在日本的鸟曲县,有一位叫水木帽的画家,他的作品大多以妖怪故事为主,是日本鬼怪漫画第一人,创作出的鬼太郎系列更是被无数人视为经典。 在他出生的城市和街道上,他创作的漫画角色随处可见,就连车站都叫鬼太郎站。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水木帽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挫折。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日剧讲述的就是水木帽和他妻子的故事,根据水木帽妻子五粮不知的自传改变。 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 这个叫不美知的女孩最近很苦恼,虽然相貌长得不错,但因为个子太高,不符合当时的审美,导致29岁的她迟迟找不到对象。 但在今天,家里给她安排了一场相亲,美知的父亲和母亲如临大敌,紧张得不得了。 而男方此时也来到了门口,这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叫阿茂,是美知此次的相亲对象。 因为战争,阿茂失去了左臂,所以自卑不愿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母亲的苦口婆心下才同意此次相亲。 见面之前,美知在旁边的房间等候,但是她又好奇未来的丈夫长什么样,于是悄悄拉开一条缝。 可阿茂正巧看见门后有一双大眼镜,吓得美知赶忙关上门,但不知为何,她的心却在此刻加速跳动。 虽然布美知长得很高,但性格从小就很内向,导致她常常被人忽略。 做广播体操明明打了全勤卡却被老师遗忘,还是在同学的提醒下,老师才反应过来,给了她全勤的奶汤奖励。 布美知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家中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而自己是家在中间不受重视的那位。 美知一回家就向妈妈报告,自己今天得了奖励,但妈妈也是随便敷衍了几句,还让她去仓库拿东西。 布美知十岁这年,已经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头,因为身高,常常被男同学嘲笑,还给他起外号叫电线杆。 而父亲也总是无意间说,美知是个只长个儿不长心的孩子,将来都怕他嫁不出去。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看见二姐出门,男同学就约她喝咖啡看电影。 同学说那是因为二姐长得好看,才会有这样的待遇。 美知又向祖先祈祷,希望自己不要再长个子,将来也能嫁个好人家。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女性都在工厂劳作,而大姐小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教师。 二姐雪江则向往国外,向往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恋爱。 就连两个弟弟也有自己的目标,这让美知更加的自卑起来。 父亲看见这样胆小的女儿,让她尝试去参加中元节的舞蹈, 可美知一想到同学们嘲笑她的样子,不由打起了退堂鼓。 没有人愿意听她诉说想法。 昭和十八年,因为战争导致粮食短缺,家里的和服店生意不好。 为了维持升级,家里做起了养风。 母亲总是被无意地叮咬,父亲说用艾草敷一下就好。 此时的家里还贴了个妹妹,大姐小子已经嫁人。 二姐雪江也顺利做了老师。 但二姐不愿嫁人,整天跟父亲争吵。 如果二姐嫁人了,家里的重担就会落在美知头上。 她担心自己不能像姐姐一样做好。 可就在这时,家中因为二姐的事情在大闹。 本来给她安排的相亲,可二姐却绝食抗议。 只因为那时吃不饱饭,家里准备让雪江嫁到农家。 可二姐觉得,家里是拿她当牺牲品,只为能吃得起红薯不挨饿。 她不想只做母亲那样的女人,一辈子只围绕着厨房过日子, 还要整天听着丈夫的埋怨。 看着家中确实像二姐诉说的那样,美知内心也不由赞同姐姐说的。 而这夜,二姐把美知从梦中叫醒。 她准备离家出走,希望妹妹代替自己躺在被窝。 她不会听从父母的安排嫁人,一定要对抗到底。 傻傻的美知真的照做了。 可半夜,父亲就找上了门,对女儿诉说了真心话。 可被窝里躺的已经不是雪浆。 父亲真心地说了半天,见女儿没反应,气得父亲准备把她拽出去。 自从二姐离家出走后,家里拜托小姨在镇上照顾一下。 而这天在家门口打扫的美知却碰到了一个熟人。 原来两人有过一面之缘,男人叫恒山,是跟二姐相亲的农家对象。 美知把她叫到了一旁,恒山一脸高兴地说,自己拿了好多农产品来拜访,不知道江雪会不会喜欢。 可美知告诉她,姐姐已经离家出走。 她向往的是自由恋爱,她请求恒山不要相亲。 恒山不能理解这样的请求,美知说自己的家里,最近就像办丧事一般的气氛。 而且,姐姐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如果这样下去,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天晚上以后,没人来告知恒山家拒绝了相亲,因为此事,家里还埋怨南方家不懂事。 这样的人家不嫁也罢,但只有美知明白,这件事是自己的拜托,而她也只想让姐姐尽快回家。 这件事过后,母亲又像往常一样被蜜蜂遮咬,父亲让她暂时离开去休息。 母亲说用挨草揉揉就好,可下一秒,母亲就晕倒在地。 父亲将她抱进房间,还让美知赶紧去找医生。 她奋力地跑了起来,可医生不在,去了乡下出诊,她只能一路跑去乡下,即使摔倒,她也爬起来继续跑。 那天那不美知跑了好远好远,大声地哭喊寻找医生。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恒山的声音。 得知母亲出事,医生又上了年纪,恒山背起医生就往美知家里赶。 这让本身都快休克的母亲,及时得到了救治。 奶奶很感谢恒山的帮忙,而这时小姨和雪江也来了。 两人还叙叙叨叨地说着,农家的相亲对象竟然拒绝她,早知道根本没必要离家出走。 奶奶尴尬得不知所措,恒山却什么也没说,转头就走了。 当小姨和雪江得知,这个男人就是恒山时,他们又怒斥道, 这个男人还敢厚脸皮上门,这些话让美知再也听不下去。 他大声哭喊地告诉大家,恒山从来都没错,他是一个好人, 相亲是自己拜托人家取消的。 他当时为了让姐姐跟父亲和好,才任性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恒山什么都没说,还是接受了,而且这个人救了母亲的性命。 这样一个好人可自己竟然伤害了他,说完美知就哭着追了出去。 恒山准备上前安慰时,雪江走到了妹妹旁边, 她郑重地向恒山鞠躬表达歉意。 那夜,母亲苏醒了过来,父亲从母亲晕倒后,一步也从未离开。 母亲想听父亲唱歌,父亲就唱给了母亲。 看着父亲与母亲的温馨相处,雪江明白了父辈的爱情。 也许每个人的爱情都不一样,在母亲眼里,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 在那次不久之后,恒山和雪江重新开始相亲,也很匆忙地决定了结婚。 这天的雪江作为新娘出奇的美丽。 她在临走前,把自己真爱的针线盒送给了妹妹,包括自己喜欢的国外歌剧明信片。 她感谢妹妹带给自己这份姻缘,姐姐顺利地出嫁了,这个家的以后就要由美芝去打理。 不自信的她在这时被奶奶安慰,说她一定会做好这件事,因为在美芝的小小身体总是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这个能力美芝一直有,因为家人的鼓励,美芝开始有了小小的自信。 转眼间,美芝已经21岁了,家里也开始做了酒商。 不美芝已经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存在。 可就算长大成人,羞涩的性格还是没有改变,同龄人都已经陆陆续续嫁人了, 而美芝家里也给她安排了相亲,美芝也满心期待着。 可对方嫌弃不美芝太高,因此取消了这双亲事。 可此时不美芝并不知道,自己还开始响入菲菲。 母亲看见女儿慌了一下,连忙找借口说有事出去了。 美芝也觉得母亲怪怪的,但没在意。 我把这件衣服携起来,如果我说了真实话,我必须说了,不美芝,我必须说了。 美芝,返辞! 是! 父亲万万没想到,自己跟不美芝说了半天。 父亲告诉她,因为对方是传统的糕点店,不美芝个子太高, 往下看客人是种不尊重,所以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儿媳。 美芝说自己没事,晚饭还跟大家有说有笑的, 说自己这种身高可能在世界流行,在这样的小地方行不通。 可大家都明白,她的内心已经受到了伤害。 晚上,奶奶就找她去自己的房间,送给孙女一只发簪。 这是奶奶出嫁时的视频,没知明白,这是奶奶的安慰。 她已经不想嫁人,自己这种条件的别人一看就会退缩。 奶奶说,缘分还没到,如果用身高去衡量一个人,这样的人家首先就不合格。 能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一定是有缘的线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不必忧愁,有缘人自会出现。 奶奶的安慰总是能温暖她。 不久之后,父亲想拓宽更大的生意,准备拿自家的房子抵押贷款。 这事,一下惹怒了奶奶,两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几天之后,奶奶突发脑溢血,晕倒在了房中。 医生告知已经无力回天,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那天以后的父亲傻了一般的坐在母亲旁边,每知上前安慰。 父亲告诉女儿,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嫁进来时大字不识一个,父亲去世的早。 可就是这样,奶奶那时为了让生活好一点,一边养育父亲,一边在做和服生意。 天天半夜看见母亲在那练字,到现在,她都忘不了母亲那极致认真的样子。 经过一番自学,成就了今天这个家庭。 父亲很后悔,房子抵押的事。 几天之后,奶奶还是去世了。 全家难过地送别了为这个家操劳一辈子的亲人。 美芝出门找父亲,看见父亲在河边放河灯。 父亲准备把奶奶记录一生的账本给她寄到那边。 这让美芝想到小时候奶奶说的话。 家里突然少了一个人,让大家很不习惯。 总感觉这个人的影子还存在着,但实际已经离开我们。 父亲从那次后醒悟,再也不会做那种丢掉家的事情。 说完痛哭了起来,这个世上总有遗憾和后悔,所以我们要努力活在当下。 奶奶去世后,美芝一直在店里帮忙,转眼已经28岁了。 母亲为她的婚事很忧愁。 终于这天,在美芝和姐姐回到家时,父亲让美芝过去,给她看了一张男人的照片。 顺便说这是相亲对象,但这个男人缺了一个手臂,是一位年近40的漫画家。 姐姐在一旁强烈反对,干嘛让自己的妹妹跟一个残疾又大10岁的人过日子。 可父亲只问美芝愿不愿意,不知为何,美芝盯着这张照片答应了下来。 善良的美芝还特别好奇,一个失去左臂的人,一秀会是怎样的。 隔天,美人就上门来先了解一下,父亲叮嘱美芝就在门口打个招呼,千万千万不要站起来。 顺便在美人面前夸赞了一番自己的女儿。 不管是生意还是家务事,自己的女儿都很拿手。 说笑中,父亲白手失意,让美芝赶紧离开,怕待久了会录像。 美芝也赶紧解释离开,顺便准备去一趟厕所。 可出门就跟美人撞了个正着。 实际上,父亲在身高上少写了五厘米,就怕因为身高半砸此事。 美人走后,全家忐忑地等待消息,最后还是接到电话。 对方确认了相亲继续。 父亲高兴地准备通知美芝时,小姨一脸不高兴地上门了。 她问姐夫到底怎么想的? 如果美芝因为年纪大就凑合,那么嫁给谁都一样。 可偏偏嫁给一个残疾人,还远在东京,她第一个不答应。 两人为此争吵不休,可回来的美芝早已听到这些。 虽然尴尬,但她还是决定要继续和这个相亲。 出门后,她来到了河边,父亲这时也赶了过来。 她其实也明白小姨说的,这些年女儿因为这个家被拖累,她也很惭愧。 但这次的人她觉得不错,一个缺失了手臂的人,还在努力工作着,她真的想见见。 父女俩很有共识,想见见这个独臂的男人。 另一边,这个男人就是阿茂。 作为出租漫画家,已经三年,每天一只手画着漫画,另外的断臂压着纸张,常常画到痴迷的状态。 赶来东京的父母看见她这个样子,向了母亲说,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阿茂也只是调侃自己,可能太入迷了而已。 母亲把不美知的照片拿给阿茂,告诉她,这次相亲已经安排好,她必须前往,而且要成功。 可阿茂推辞了,说自己娶老婆还为时尚早,这话惹怒了母亲。 一个年近四十的男人,还跟她说早,日子过得家徒四壁破烂不堪,她不能再纵容儿子继续下去。 阿茂承受不住母亲的压力,最后答应了去相亲。 在临走前,母亲叮嘱阿茂,一定要在相亲的那天戴上假币,虽然双方都知道,但看见空空的袖子,还是会接受不了。 于是,那天阿茂拿出了自己的假币,还用仅有的钱买了一双皮鞋,因为资金有限,就跟哥哥借了一套西装。 准备周全之后,安心地等待着这场相亲的日子。 几天以后,两人终于在这场相亲会上见面。 阿茂一眼认出了美芝,就是躲在门后的大眼睛。 看见美芝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阿茂故意找话题让她放松。 美芝看到如此贴心的男人,心里不由得产生好感,可她一个起身,彻底把身高给暴露了。 因为冬天天气冷,暖炉需要把空气暗压进去点火,可父亲迟迟没弄好,才急得美芝发生了刚才纳木。 而这个帅气的阿茂为了缓解尴尬,竟然独臂点着了火。 这把火再次温暖了美芝的心,也让她想到小时候遇到的神奇事。 虽然她并不知道阿茂就是那个男孩,而阿茂母亲在进门前告知儿子如果看上对方,就一个劲的喝汤暗示她,她就会当场让梅人进行下一步。 看见阿茂在这儿吃喝的挺好,她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然后把梅人叫出了屋外,经过短暂商议之后,梅人说村井家决定取美芝。 这可把美芝全家惊讶到了,阿茂父亲接着说,虽然真的很仓促,但儿子在这边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现在只想尽快把婚事定下,婚礼就定在五天以后。 这场相亲也很快就结束了,出来以后,阿茂父母就等今晚的回复了,母亲激动地说,要不是看儿子喝汤暗示的干脆, 自己都没那么快定下此事。 可老两口一想到将来儿媳的身高,不由抬头望向了天空,但阿茂内心其实对美芝还是很满意。 这晚,美芝一家人都在商量此事,可大家都觉得,认识五天就结婚,这样是不是太不妥了? 两家通话把这事定了下来,阿茂的母亲很高兴,着手开始准备婚礼细节了,阿茂从回来就在画画,想到美芝站起来的样子,就像自己笔下的漫画人物木槿板又高又可爱。 转天,美芝向闺蜜通知自己结婚的消息,闺蜜真的替美芝高兴,两人分别后,美芝又来到那条河边,她想好好再看看这个故乡,这个小地方离东京非常远,再回来就不知道是何时了。 她向故乡的山,水,街道做了告别,晚上,父亲总是躲着不美芝,怎么说话也不理,还一直找借口离开,妹妹说,父亲其实舍不得了,美芝只好回到房间收拾自己的东西,这时,弟弟进来找美芝,让她学习一下怎么打领带,也许那个人什么都可以自理,但像打领带这件事,一个手是完成不了的,所以父亲托她来教教美芝, 父亲明明在担心,但又不愿跟美芝沟通,美芝惹到父亲,她很感羡慕父亲能想到领带这件事,父亲告诉美芝,毕竟将来你要跟她生活一辈子,自己也只是注意到而已,但她觉得这个女婿非常不错,尤其是阿茂的吃相让她非常喜欢。 父亲是看透了一切,也才会仓促答应这门婚事,不然她也不会随意把女儿嫁给别人,父亲的爱是无声的,虽未言明太多,但眼睛里的泪水表达了她的不舍。 每支婚礼这天,新郎竟穿着破洞的袜子要去结婚,差点让母亲晕倒在了现场,阿茂竟然还嬉皮笑脸的说,没睡醒穿错了,老母亲着急的给儿子寻找袜子,但觉得燕尾服又跟二纸袜不搭,非要让老父亲脱下给儿子。 父亲婚礼当天也是一个重要角色,老父亲誓死不脱,自己才不愿意当个笑话。 二儿子过去劝架,老两口瞬间打起二儿子的主意,而此时的新郎呢,还穿着破洞袜子在婚礼现场溜达,听着酒店的人讲一些古老的历史,聊的是相当投机。 直到老母亲把他叫走,他才无奈的离开,这让酒店的人差点抑郁了,这么多年中,哪见过如此随意的新郎? 而新娘这边也不太顺利,因为身高太高,你竟是最大号婚服,可外面的披肩还是短好多,愁得母亲在脚底团团转,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这样凑合走进婚礼现场。 在门口,美芝就碰见了自己的新郎,阿茂望着美丽的新娘出神,接着两人就这样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现场最耀眼的就是二哥的二纸袜,也不由让小姨心里打鼓,这是一家怎样的奇葩? 在复杂的仪式过后,两人就要喝宣誓的酒,此酒喝完就算里程。 主婚人给新郎倒酒时,让他两只手端起杯子,阿茂坦然地说自己只有一只手,这让一旁的美芝不免心疼。 就这样,两人在大家的瞩目下完成了所有礼节。 在给两人拍婚照时,因为两人的拘谨,摄影师让他们向彼此靠近一点,就在那一步步挪步中,美芝的扇子碰到了那只甲壁。 响起的声音让美芝发愣了一下,这样的声音在往后也会发生很多次。 而他自己也想到了这点。 酒宴上,新郎是吃吃喝喝一样不落,顺便提醒美芝也多吃点,不行把腰带松松吃。 这个样子竟然逗笑了新娘,家人发现女儿在笑都很意外。 毕竟对于爱害羞的美芝来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可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这简直是大型的射死现场,关键新郎一点不尴尬。 公公为了缓解尴尬,说儿子刚才放的屁就像黄黎对戈。 古代时期很有名气的人,都是豪爽哀放屁的,阿茂不过就是个外行。 这个屡次打破常规的新郎,布美芝觉得并不讨厌。 这时,美芝的姐夫横山过来打招呼,准备跟新郎好好喝一顿。 原本滴酒不沾的阿茂没有拒绝,反而大大方方喝了好多杯,母亲吓得害怕儿子出事,一直在示意让他别喝。 但阿茂觉得这是美芝的亲人,自己拒绝会不太好,一直勉强喝了好多,最后还是不胜酒力的喝多了。 准备起身离开一下时,美芝的父亲又站了起来,他想在这开心的日子送给女儿一首祝歌,阿茂又硬撑着坐了下来。 父亲就像当年唱给母亲那样,唱出了自己对女儿真挚的祝福。 美芝明白,那是父亲对自己最深意的爱,女儿出嫁最难受的永远是父母。 在这样的感动下,歌曲结束,阿茂亮亮腔腔的站了起来,刚刚走出门外,就一下栽倒在了地上。 因为被劝喝了不能喝的酒,阿茂在这天完全醉倒了,就这一行为让美芝对阿茂产生了强烈的爱意。 她也让母亲放心自己的选择。 婚礼结束后,就是大家离别的时候,看着为自己喝多的阿茂,再看看父母望着美芝远去的眼神, 她郑重地向父母鞠躬感谢,车子渐渐地远去,只留下了不舍得父母留在原地。 在公婆家的第一晚,因为阿茂喝多早已睡着,婆婆给美芝说了阿茂断臂的事。 在回家之前,儿子为了让家人有心理准备,就画了一张漫画告知他们。 自己的儿子其实是一个暖心的人,她希望儿媳将来多多担待。 公公实在看不下去了,让两人别再彼此败了。 新婚的第二天,小两口准备前往东京。 公婆送别以后,两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赶往火车站。 阿茂在路上问妻子,自己的母亲怒说了什么? 这让美芝很好奇,为什么要给婆婆起外号叫怒? 丈夫告诉她,自己的母亲每天都在生气发怒的状态,所以叫怒。 而父亲叫胃特质,就是肠胃特别健康,一切皆可吃。 听见公婆这样有意思的外号,每只都不敢想,这个家庭竟然如此开放。 而自己家里严谨,从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说说笑笑之时,阿茂把自己提的小包交给妻子,自己则拿着大行李箱阔步前行地走了。 看见丈夫拎着皮箱宽阔的背影,让他不由觉得这个男人值得信赖。 两个人在车站等候时,丈夫向妻子道歉,让他不得不跟自己离开故乡。 虽然美芝说没事,但对于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她,难免心中忐忑不安。 就在这时,美芝的全家从远处跑了过来, 大家拿了大大小小的礼物送给他们。 小侄子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姑父,好奇那空空的袖子下面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暖心地来送别,可唯独父亲没有出现。 父亲并不是不想,而是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火车即将出发,大家一再叮嘱美芝注意身体,一定要照顾好阿茂。 二姐更是明白父亲为何突然不愿来。 离别哭泣的脸真的让人无法控制。 就在众多亲人的祝福下,两人踏上了去东京的路程。 离开故乡,美芝真的就成了只有和茂两个人。 为了缓解尴尬,阿茂提议吃个橘子。 美芝给丈夫铺好纸巾,然后把橘子递给了阿茂。 可她忘了丈夫只有一只手,虽然后觉意识到了, 可阿茂说这样简单的事还是能做,让她不必在意。 两人到了东京,一个车夫跟在他们身后叫住了她, 说是美芝的姐姐小子让来送她俩回家, 顺便还送了一个好看的表,给两位作为新婚礼物。 看着东京街道的一切,让美芝觉得像梦一样美好。 可随着车子的移动,阿茂住的地方越来越偏远, 车子一直开到了郊外,甚至车子还得给牛让道。 到了家门前,美芝简直不敢相信,阿茂住的地方真是破烂不堪, 走进房子里,家里可以用家图四壁来形容。 到处破破烂烂,屋里没有一处能看得过去, 再看看曾经给她看过照片的阳台。 不敢想象,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再打开窗户看一眼。 看见跟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房子, 让美芝心里不安的感觉越发强烈。 这时,还有人上门,原来是阿茂的大哥, 上门只为取回自己的西装。 看见丈夫连相亲时的衣服都是借的,这还不算。 紧接着,有人上门催收房租。 一下子,这么多帐主上门, 把美芝向往的东京生活彻底打破了。 小两口的生活该如何继续, 看到当下这样的局面。 美芝因不想丈夫在这儿为难, 于是拿出了自己的嫁妆钱帮丈夫还债。 打发走这些人后, 阿茂说自己这次的漫画即将完成, 很快就可以领到薪水。 晚上,美芝做饭时, 看见丈夫一直在礼物工作, 想悄悄看看丈夫到底在画些什么。 这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 丈夫的笔下画的全是可怕的妖怪。 甚至那刻, 美芝觉得丈夫都显得有些诡异, 那是从来没见过的让人恶心的图画。 隔天, 丈夫因为要工作, 竟然给妻子画了一张镇上的地图, 让美芝独立前往采购。 接着转身继续去工作了,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妻子。 出门后, 美芝望着都是田野的周围, 路上没有一个路标, 心里不免忐忑失落。 再想想昨夜, 看见丈夫笔下的那些妖怪, 她的内心又更紧了一下。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就是丈夫笔下那些可怕的妖怪, 竟让丈夫成为了将来鬼怪漫画家的鼻祖。 终于, 徒步折到了镇上, 美芝上前一看菜价是真的昂贵。 虽然有打折商品, 可自己慢吞吞的性格, 怎么可能抢得过身边的那些大妈大婶, 就在这来来回回犹豫之间, 自己一样东西也没买到。 这时, 美芝还被一个小偷盯上了, 趁她不注意, 拿了包就跑, 要不是身边的人提醒, 她还浑然不知。 这到东京的第二天, 美芝就上演了一场抓小偷, 两人你追我赶的跑了好远。 刚好一个路过的大姐跟小偷撞了个正招, 再一听这人是小偷, 就赶紧帮忙拦截。 小偷刚想跑时, 却被扔下的包半倒, 包就自然的到了这个大姐身上。 两人正高兴拦截成功, 还在那互相道谢寒暄时, 却发现美芝着急出来, 还拿了商贩的东西, 大姐让她赶紧还回去, 不然她也会变成小偷。 美芝着急的赶紧离去归还, 可大姐转头, 自己的东西却被小偷拿走了, 只能再次自己雇佣追小偷。 美芝归还完东西之后, 迅速回到刚才被救的地方准备道谢, 可人早已离开。 晚上回家后, 自己跟丈夫吃饭时, 说了今天的遭遇。 阿茂说, 东西没丢还算好, 这里把人丢的事情都有。 在想跟丈夫说说话时, 阿茂又丢下碗筷转身去工作, 这时的美智内心不免有点小崩溃, 自己向往的幸福生活为何如此? 丈夫不疼惜自己, 整天只知道自己的漫画, 可她又能怎样? 等丈夫一起就请, 可迟迟都等不到人。 在这寒冷的夜晚, 丈夫在屋内马不停蹄地赶搞, 美智因为遵守传统, 丈夫不睡, 自己不能睡, 在外裹着被子叠着签纸贺。 那时的她突然有点想家, 但又自我安慰道。 时间不可能到回, 她也只能努力向前。 隔天, 美智采购完回家后, 却在家门口看见了前来探望自己的大姐小子。 姐姐小子因为丈夫工作的关系, 十年前就在东京定居, 这次前来特意看望一下, 这个出道东京的妹妹。 姐姐小子来时, 丈夫匆匆打了招呼, 离开工作, 这让姐姐非常不满。 妹夫这个奇怪的性格不说, 还让妹妹一个人去不熟悉的地方采购, 周围环境又不好, 家里更是破烂不堪。 她当时送的钟表, 还以为妹妹住在一个跟表相配的地方, 现在竟是如此窘况。 妹妹吐槽间, 阿茂的大哥又上门来了, 这次还领了全家集体, 本以为是简单的来拜访, 可哥哥说, 自己是领全家来洗澡的, 自己没有那个设备, 他们会一周三次来这儿洗一洗。 这话让姐姐更是无语, 本想绕弯劝说一下大哥, 毕竟弟弟也是已婚人士, 有自己的生活了, 不能像单身时那么随意, 可哥哥完全没反应过来。 姐姐和美芝也从哥哥口中得知, 阿茂的漫画并不受欢迎, 收入也是微乎其微, 本想着弟弟这辈子都没有媳妇了, 现在竟然还有了, 那就只能凑合吃饱饭过日子吧。 哥哥一家走后, 美芝明白今天的一切, 对于姐姐来说不能理解, 而且也会告诉父母, 但她不想让远方的父母担心, 恳求姐姐不要告诉家人, 就说自己一切过得很好, 毕竟时间太短, 他们俩之间还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 看见妹妹一再的坚持, 姐姐只好答应。 晚上美芝的父母就接到 女儿过得很好的消息, 大家也就放心了下来,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离谱, 丈夫的一个发小客夫上门拜访, 本来阿茂就不想跟她有什么交集, 可这个人竟给自己带来一个搞漫画的同行, 此次前来想租阿茂的房子的二楼, 美芝说这个房子已经太小, 可客夫说夫妻用一楼, 二楼用来出租还能增加收入,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件好事。 本身刚刚新婚的家庭, 现在又住进来一个陌生人, 丈夫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美芝完全不能理解, 你问丈夫为何这样轻易答应, 丈夫坦然说, 没钱所以只能如此, 美芝说没钱可以先预支点存款啊, 这个丈夫越发颠覆自己的想象了, 现在生活也成了两个人最大的问题, 她只能等待丈夫结稿的日子, 先用自己家里带的那点熬过时间, 而那时的她还不能理解, 为何丈夫如此努力, 收入却这样地位。 隔天, 终于到了阿茂要交稿的日子, 美芝满怀期待地等丈夫归来, 顺便把家里打扫了一下, 也是想着丈夫的屋子需要透气, 就顺手打扫了起来, 而来到漫画出版社的阿茂, 向这里的老板认真讲述了自己画的漫画, 画中主人公鬼太郎, 因为是从墓地出生, 所以名叫墓地鬼太郎, 而鬼太郎的父亲即使去世变成眼球, 也想活着保护自己的儿子, 自己就是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眼球父亲, 也表达一个父亲执着于儿子成长的温馨故事, 正在阿茂讲述的激烈时, 老板打断了他, 顺便告诉他事实, 他的漫画根本得不到人的喜欢, 因为封面内容过于恶心, 反而还遭到诸多的投诉, 让人看了不是吃不加饭, 就是让孩子做梦, 全是抱怨的投诉, 让他此时停更这板块漫画, 多做做大家喜欢的漫画, 毕竟做这行就是个薄利多销, 而那时专门出租漫画的出版社, 也是风一吹就散的零碎企业, 领完那些微博的收入之后, 阿茂走出了出版社, 可收到稿费的阿茂, 还是第一时间去了二手店, 给妻子买了一个收音机, 因为自己长时间在创作的路上, 妻子一定会感到寂寞, 这个收音机应该能陪他姐姐们, 离开时, 也看上了一辆自行车想买给妻子, 可看看微博的收入, 想想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还是暂时离开了, 回到家以后, 看见妻子很满意, 阿茂心满意足地离开准备去工作, 可看见自己整齐的书房时, 她一下暴怒, 自己的书房虽乱, 但都是杂乱有序的, 哪怕一张废纸都是自己的创作, 可能一下上了头, 就怒斥妻子做了多余的事, 而委屈的美芝再也不能容忍, 美芝把自己想说的一股脑都发泄了出来, 可阿茂还是沉默地关上了门, 美芝很委屈, 在这里, 自己没有诉说郁闷的家人朋友, 在这个漫画人同居的家里, 没有自己安慰心灵的地方, 昨天争吵完以后的美芝,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镇上, 意外来到了一家出租漫画的书店, 在那里, 她专门找到了丈夫水木帽的漫画, 可映入眼帘的封面, 让她吓了一跳, 那是她第一次认真地阅读, 如果看过《鬼太郎》这本漫画的宝宝们, 一定知道其中内容, 正当妻子震惊里面内容恐怖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 竟然就是那日帮自己抓小偷的大姐, 身后竟然跟着那位小偷。 出租店里出现了帮助美芝的恩人和小偷男人, 这让美芝一下反应不过来, 大姐叫美芝子, 是专门经营这家出租漫画店的人, 她向美芝解释道, 她当时帮助完美芝, 没想到这个小偷竟然又抱着自己的东西跑了, 可这个傻瓜小偷怎么想不到, 自己竟然抱了将近二十斤的蔬菜炮, 最后因为体力不支还是被大姐追上, 但美芝不能理解此人为何在这里, 大姐说她原本想把他送进警察局, 可这个人经历也太可怜, 身上身无分文已经三天没有吃饭, 那天只是肚子太饿才会犯下此举, 所以大姐就让她留在自己书店打工, 抵消自己犯的错误, 也是从那天开始, 美芝结交到了自己在镇上的第一个朋友, 而这边阿茂呢, 想到自己在出版社发生的事, 虽然让她暂时很烦躁, 但并没有影响她在漫画创作的决心, 毕竟阿茂是真的热爱, 起身时, 她看到自己窗台的记彩, 一下让她露出了笑脸, 走出房门以后, 阿茂这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破洞的地方有干净的坐垫, 锅台上有整整齐齐的碗筷, 在各自的区域都有一瓶记彩花, 阿茂想到妻子说的话, 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忽略了美芝, 调整好心情回到家的美芝, 却看见丈夫早已不在家里, 她开始自责, 是不是因为自己才让丈夫升起出走, 就在担忧时, 她听见了丈夫的喊声, 出门以后映入眼帘的是一辆自行车, 阿茂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自己送给妻子的, 因为自己的太破旧, 无法载妻子出门, 所以才买了一辆, 为了她今后生活方便, 接着邀请妻子, 要不要一起去骑骑车, 看到丈夫对自己的用心, 美芝感动的说不出话来, 甚至掉下了眼泪, 吓到丈夫不知妻子为何, 但听到妻子是因为感动落泪, 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那日, 阳光明媚, 两个小小的人, 开启了第一次约会模式, 途中的大树河流,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听到潺潺的水声, 两人走到一个景点时, 美芝被一个手工艺品所吸引, 阿茂看见妻子很喜欢, 二话不说就买了给她, 接着, 阿茂带着美芝去了随处可见的股份, 美芝尝试着慢慢走进丈夫的世界, 那夜, 丈夫把自己今天的稿费交给了妻子, 也告诉她, 漫画这个行业没有以前赚钱了, 但她让妻子相信自己, 只要不断地画下去, 就一定会有钱, 阿茂边画边给妻子解释, 这是一个传说的妖怪, 妖怪吗? 嗯 天心不知了, 虽然有点小抱怨, 但美芝很喜欢这幅画, 她在厨房做饭, 透过门望向丈夫的时候, 美芝觉得两人之间的隔膜, 好像在这一天消失了, 家里莫名闯进了一个陌生人, 你真是很美, 什么? 原来, 这个人也是一个漫画家, 名叫树井深二, 在书店看完鬼太郎这本漫画后, 就激动地想见画这本漫画的天才, 也想到这本漫画将来会成为怎样的神作, 可阿茂告诉她, 这本漫画连载的出版社已经终止了, 深二脱口而出, 终止这个漫画不是脑子有问题, 无论这个漫画的题材还是内容的构思, 都让观众耳目一新, 怎么能让这样的漫画天更? 但说白了大家又很明白, 出租漫画廉价的稿费只能靠数量维持升级, 但大家又无奈不能改变现在的状况, 因此,即使抱着信心画出来的, 还是有可能被人误视。 这夜, 大家的谈话让美芝明白了这条路的艰辛, 但丈夫阳光的心态又让他很佩服。 晚饭结束后, 大家送别, 夫妻俩还担心已是深夜, 圣二回去应该路途遥远, 可圣二说自己家并不远, 骑车很快就到, 这时我们哼哼的阿茂说了一句, 圣二还是拒绝了此好意, 毕竟这时已经是半夜, 距离上次圣二拜访完, 已经时隔一个月, 阿茂又努力地重新画占地漫画, 而美芝也已经习惯了丈夫现在的这种状态, 甚至对楼上漫画同居人的存在也不再介意, 这日又到了阿茂交稿的日子, 看见丈夫无精打采的样子, 美芝让丈夫还是晚点再去, 可阿茂说交稿的时间不能推迟, 阿茂前脚刚踏出门就摔在了院子里, 脚也已经肿了, 准备强行站起来时, 可怎么也没有办法支撑前去, 这时美芝自高奋勇想帮丈夫前去交稿, 于是丈夫给妻子交代了一番, 接着这个重任就落在了美芝的头上, 可当美芝打开出版社的门时, 里面发生的一幕差点让他大跌眼镜, 一个漫画家苦苦哀求社长帮忙出版自己的漫画, 而社长怎么都不同意, 几个人甚至在自己的面前展开了一场大战, 第一次拜访出版社就让美芝留下了如此的印象, 那人离开以后, 美芝说了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可是这个社长真如丈夫所说, 各种开始踩踏摧残漫画家的作品, 美芝一副不听不听小王念经, 只是说自己听从丈夫拿回说好的稿费, 社长一看是有备而来, 只好元素结算了稿费, 可这时竟从仓库冒出了一个熟人, 又是这个丈夫的发小客夫, 顺便提一嘴, 《鬼胎狼》里面鼠男的原型就是客夫, 这个人又看来没憋好屁, 想到丈夫说遇见他必倒霉, 美芝嫌弃的就想赶紧离开, 出来后, 美芝在路过镇上时, 又去了大姐家的漫画店, 在那里, 她发现丈夫的漫画确实销量不高, 可这时却有一个青年, 点名来问, 书店鬼胎狼的漫画是否还有更新? 大姐说这个漫画暂时没有, 但美芝却激动地上前询问, 虽然美芝的激动大家不能理解, 但她的兴奋却是因为终于看见这本漫画的忠实读者, 晚上, 她回去第一时间告诉丈夫这个好消息, 丈夫告诉她, 有意思的东西是不分成人小孩, 但她现在最担心的却是妻子遇到客夫, 这个人出现在出版社, 肯定在筹划什么, 果不其然, 第二天的门口, 这个家从未消停一天, 这次, 客夫说自己有一个发财之路, 好的漫画家都会组织自己的会员策, 通过定期输送给会员回报, 增加跟粉丝的粘稠度, 这样又可以贩卖战地漫画里面的模型, 这将是翻身的大机会, 大家就可以摆脱这样穷苦的日子, 本来阿茂不想同意, 但一听社长都同意了, 于是这件事就开始启动了, 毕竟阿茂想赶紧摆脱金钱的束缚, 还是想画自己喜欢的鬼太郎, 这次夫妻俩准备齐心大干一场, 一个贤惠的妻子在这个男人的生活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邮寄给漫画读者的汇报制作开始了, 每只负责排版印刷, 甚至到忘我的把墨水粘在了脸上都不知, 让丈夫不由夸奖妻子的可爱, 再看看做的汇报更是精致漂亮, 两人首次的亲密接触, 让双方的气氛一下显得紧张局促, 阿茂不好意思的找借口出门散步, 可却把美芝高兴坏了, 觉得平常那个不会说好听话的人, 今天竟然能夸赞了自己了, 瞬间幸福感爆棚, 美芝出门收衣服时, 总感觉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跟阿茂说几时, 也说自己今天散步时, 感觉到了有人跟踪的样子, 两人想着会不会是小偷, 可家里又穷的没啥可偷啊, 说话间, 两个可疑的人悄悄上门来了, 正在窗户偷偷望着他们, 美芝出门买菜的时候, 却跟盯着自己的可疑人物对视了, 他大声地呼喊, 阿茂紧张地跑出门外, 就看见两个男人站在门口, 男人告知美芝他们自己是警察, 因为他们被邻居举报, 挂有奇怪的招牌, 疑似搞什么危险的团体, 已经涉及威胁周边居民安全, 所以警察此次前来调查, 阿茂生气地拿出自己读者的来信, 说自己只是个搞漫画的作者, 何必大张旗鼓, 可警察并不认可, 他怎么能相信一个缺胳膊的人, 说自己在搞创作, 双方一下对峙了起来, 这时美芝拿出了丈夫画的漫画, 于是两个警察就看起了漫画, 里面的内容打动了其中一人, 因为他深知, 如果一个人没有切身的体会, 那根本不会靠想象画出那些让人有共鸣的东西, 警察在离开前表达了歉意, 但同时让他们把那块奇怪的招牌尽快摘下, 警察离开后, 两人把招牌摘下来当柴烧了, 而这以后, 阿茂专注于自己的占地漫画, 美芝努力地在做汇报, 少年战绩的汇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可出版社这边又出了问题, 书被退了回来, 模型也卖不出去, 客夫也不出所料的人跑了, 而这边两个还浑然不知, 在空余时间里, 阿茂还是在构死鬼太郎, 美芝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讨厌, 但不能想象现实温和的丈夫, 为何能画出那么可怕的东西, 出版社的人把这个糟糕的消息告知了他们, 这次的大亏损又让这个家陷入困境, 可阿茂觉得郁闷没什么意义, 与其在这儿唉声叹气, 不如自己多画两张漫画, 而美芝也只能鼓励自己减少开芝, 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时阿茂走了出来, 这是阿茂鼓励自己的歌德, 毕竟谁都有努力时会迷茫的时刻, 如果想熬过那段日子, 只有在快乐和困惑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 也告诉妻子事情总会有出路, 要不说柳暗花名有一村, 从出版社回来的阿茂告诉妻子, 现在有个好消息, 有个坏消息, 问妻子想听哪个, 现在美芝哪敢想什么好事情, 只想听听那个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稿费没拿到, 这个家的穷依旧会继续, 但这个好消息就是, 社长竟然意外同意继续画鬼太郎, 因为停更一段时间, 一些粉丝来信催更, 虽然人数不多, 但不难看出, 这个漫画成长的余地很大, 夫妻俩在这个好消息之下, 又元气满满地展开了这本漫画的创作, 急遇在努力的过程中, 就这样找上了门, 但穷到极致的两夫妻, 到了看见什么都是钱的地步, 为了能创作出妖怪故事的氛围, 阿茂将家里所有的窗户和门紧闭, 此时正是高温天气, 现在家里的温度异常地高, 美芝热得都快要虚脱, 可即便这样, 她还是很自责, 觉得自己帮不上丈夫半点忙, 看见丈夫认真努力的样子, 她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贫穷的条件下, 尽量让丈夫吃得更好一点, 中午做好了一桌饭菜, 准备叫阿茂吃饭时, 当她看见里面的一切, 难过地在门口发呆, 这时, 盛二上门来拜访, 说自己是前来祝贺鬼太郎的复活, 美芝告诉盛二, 自己没法进去打扰丈夫, 如此认真工作的背影, 她是第一次看到, 而丈夫只有一只手臂, 用左肩按着纸张画画, 她那极度认真又努力的样子, 美芝既是心疼又感动, 她想着, 在那样精心的创作下, 画出来的东西, 一定能感动人心, 她觉得穷也好, 卖不出也好, 最起码, 丈夫努力了, 她身边的人都相信阿茂会成功, 因为长时间的通宵创作, 阿茂的肩膀硬得让美芝心疼, 她想去买药膏帮她缓解, 被阿茂拒绝了, 本身就没有什么钱, 所以自己不想浪费, 美芝实在心疼丈夫, 于是向丈夫请求, 自己能否帮她做点什么, 哪怕是整理纸张, 或者加墨水都行, 可丈夫拒绝了妻子的好意, 等妻子出去后, 阿茂又后悔自己刚才的行为, 于是出门看看妻子, 见夜深人静了, 妻子还未入眠, 她在帮自己做生姜药膏, 阿茂说不必如此麻烦, 对于漫画家来说, 肩膀痛就像宿命一样, 她看见妻子的体贴, 阿茂变得柔软了下来, 即使这样会浪费她的时间, 也还是让妻子来帮忙热夫, 完后美芝准备离开, 她反而请求妻子帮自己点忙, 把空白的墨填在漫画里面, 美芝很是意外, 但又怕自己做不好, 丈夫的鼓励让美芝有了信心, 她一点点把墨描绘了上去, 生怕错过一点就毁了丈夫的心血, 她看见如此认真的妻子, 笑着说真的做得不错, 那夜两人一起工作了好久, 一个认真的创作, 一个认真的描编, 这是两个人共同工作的第一个夜晚, 直到天快亮才依偎在一起睡着, 再次从出版社回来的阿茂, 第一时间把自己创作好的书拿给妻子, 这次的封面比之前柔和很多, 丈夫让她打开来看看, 美芝看到上面竟然有自己的署名, 丈夫说, 这是两人共同创作的, 所以这第一本书的礼物一定要先送给她, 见妻子感动得差点落泪, 丈夫让她稍等会再哭, 这次她依然没有拿到稿费, 可美芝豁然开朗地说一定会有办法, 接着阿茂告诉她, 这个作品被允许画长篇了, 而且到时一起结算, 这个惊喜参半的消息, 让美芝一下激动了起来, 看见丈夫对漫画的努力, 终于有了一点回报, 美芝无法压抑自己的喜悦, 她大胆地走进了漫画店, 美芝拜托大姐, 把丈夫的漫画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大家也帮忙张贴了宣传单, 就连周围卖菜的和澡堂子, 都想帮忙这个善良的女人, 大家的暖心让美芝感动不已, 阿茂喜欢上妖怪的时候, 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个怪婆婆, 婆婆在她第一次看见地外的话时, 她完全沉入了进去, 虽然恐怖, 但她觉得怎么也看不腻, 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状态, 阿茂给妻子讲这段小时候的经历时, 她告诉妻子, 每个角落都有各自的妖怪, 例如屋顶有屋顶铁的妖怪, 会在深夜里舔锅后留下痕迹, 虽然美芝听到这些很害怕, 但想到自己童年, 最喜欢的就是神话故事, 每日睡前奶奶都会给他们讲故事, 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有趣, 让人一直想知道结局, 阿茂说, 鬼怪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确实是存在的东西, 这话震惊了美芝, 瞬间把她拉回了小时候的记忆, 当年那个小男孩也对她说过同样的话, 她怀疑眼前的丈夫就是曾经的那个人, 这时, 丈夫起身要去工作, 她急忙追问丈夫, 小时候是否有救过一个被年糊人追赶的女孩, 丈夫说自己已经不太记得, 美芝也不好再多问, 但看丈夫认真的神态, 跟小时候的男孩一模一样, 阿茂是不是小时候的那个她, 至今还是个谜, 她觉得, 茂和自己的回忆似乎已经交错在了一起, 感觉自己离丈夫更近了一步, 秋天的时候, 鬼太郎的书接连出版, 摆在店里, 见有人借走这本书, 可爱的婆媳俩感觉自己又一次帮到了美芝, 邻居看见也激动的手舞足蹈, 大家在兴奋的说这本漫画时, 一个老人路过, 听到名字, 停下了脚步, 他进到书店翻阅起这本漫画, 而另一边, 帽根出版社的社长又急眼了, 书已经出了三本, 可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稿费, 这让他很暴躁, 社长解释, 现在确实有些特殊原因, 希望能再缓缓, 阿茂看此人暂时也拿不出, 自己苦苦相逼又有何用, 于是就转身离开了, 家里已经进入了贫困的危机, 茂去催收楼上住户的房租, 可同居人的状况更是让人心疼, 吃不起饭就把茶叶熬干, 倒点酱油当菜, 也算是补点维生素, 看见此场景, 阿茂知道大家的不义, 也不好在张口, 夫妻俩正在为此发愁, 这时有人上门, 原来啊, 就是书店的老头, 他叫阴松, 是阿茂的老相识, 阿茂一听此名连忙冲出来迎接, 丈夫告诉妻子, 此人是日本第一的图画剧叔叔, 图画剧在当时没有电视的时代下, 是一种游历在大街小巷非常有名的消遣艺术, 相当于今天的动画片, 而阿茂今天能画漫画, 完全是因为受阴松的影响, 多年前, 阿茂在路上, 看见那时的阴松正激情地给小朋友讲解图画剧, 也就是那天的相遇, 阿茂完全被这个图画剧吸引, 直到所有人离开, 阿茂上前介绍自己, 想让阴松帮忙看看自己的话, 老头看完他的画以后, 完全被他的创作所吸引, 而且嘴里一直叫着水木水木, 虽然不知道为何会这么叫, 但从那次开始, 两人不但有了合作, 也有了今天这个水木的名字, 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创作图画剧, 用最好的故事演绎给那些孩子, 而今日的鬼太郎, 正是两人在一起讨论的构思, 那夜, 阴松给美芝和阿茂再次展示了图画剧, 那生动的画面和完全打动人的语调, 深深地吸引了美芝, 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这想象当中, 毕竟是阿茂的启蒙老师, 美芝很尊敬这位老师, 准备带他出门溜达一圈, 难免会需要花钱, 两口子挤出牙缝拿了点钱出来, 带着老人喝了香甜的咖啡, 阴松这次前来其实有事相求, 刚要张口时, 看见旁边的服务员给其他桌上了蛋糕, 阿茂以为老师想吃蛋糕, 就给他买了一份, 于是这话又被堵在了嗓子眼, 但他还是想说出问问, 这是旁边桌上又上了一份咖喱饭, 阿茂以为师父想吃, 回家让美芝晚上给做点, 美芝差点崩溃, 捡起树叶都想把它变成钱, 阿茂认真工作时, 美芝怕师父无聊, 于是带着师父来到跟丈夫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转转, 跟阴松讲丈夫最喜欢的墓地, 老人说不愧是鬼太郎的作者, 说话间却在这里碰上了美芝子大姐, 盯着其中一个墓碑看了好久, 美芝并没有问大姐因何事来这里, 转身离开了, 其实啊, 开朗的大姐也有说不出口的事情, 阴松那天告诉了美芝, 好多关于自己图画剧的事情, 他好想在这表演自己的图画剧, 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 随着时间的消散, 有些事情已经不被允许, 两人在外闲逛时, 客夫来到了阿茂这边, 他告诉阿茂, 家里这个阴松到处借人钱财, 之后就跑路消失, 这让阿茂非常气愤, 客夫对自己老师这样的诋毁, 这还不算坏消息, 出版社已经倒闭才是最大的打击, 老板把钱拿出来, 投资在别的事业上面, 现在根本腾不出来钱, 这真的惹动了阿茂, 他跟出版社来了个一刀两断, 晚上阿茂告诉妻子, 其实他早知道师傅是想借钱的, 但自己一直不好说出口, 可他还是想想办法给他点, 美芝告诉丈夫, 家里已经快是富数, 根本没法再给别人, 两人为此闹起了别扭, 第二天阿茂就准备前往各个出版社自建, 顺便画了张画送给妻子哄他开心, 可出了门的阿茂并不顺利, 好多出版社已经倒闭, 他感觉到了那种消失, 就像师傅的图画剧, 昨天十个孩子, 今天却变成了八个, 明天又会减少两人, 让人很迷茫, 回到家时, 殷松却已离开, 阿茂猜会不会去了当铺, 两人赶来得知, 殷松确实来过, 但因为图画剧的道具不值什么钱, 当给钱的那刻, 殷松突然反悔了, 两人出来后, 美芝突然想到一个, 殷松可能会去的地方, 于是, 夫妻俩一路小跑来到了寺庙, 在那儿真的找到了殷松, 殷松实话告诉他们, 打算把跟了自己一辈子的道具卖了, 可实在没法松手, 他现在确实到处在借钱, 也想再去其他地方试试这个图画剧, 他不甘心这个行业就这样陨落, 他还想看见孩子们, 看着自己讲图画时的笑脸, 他没法想象自己不做这个行业, 听见这番话, 美芝只是露出了笑脸, 之后, 两人还是决定借钱给老人, 不管这个行业是否能再坚持, 但不想轻易去让他丢弃, 毕竟那曾经也是阿茂的开始, 那夜, 老人非常感谢地收下了那笔钱, 阿茂也差点落下了眼泪, 因为他们都明白, 坚持一件自己钟爱的事业, 有多难, 但又有多幸福, 那天以后, 殷松去了九州, 而美芝也将迎来一件大事, 因为我们暴躁的父亲, 要来看望女儿, 婚后, 首次来家的父亲,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所见, 刚进门就看见同居人背着包, 父亲以为家里进了贼, 准备把他送往警察局, 再一看包里拿点东西, 真是可怜, 同居人解释, 自己就是个租房子的, 可父亲不相信, 这么破大点的房子还要搞出租, 这边还没整明白, 阿茂哥哥一家又来洗澡了, 这彻底给父亲整懵圈了, 这不是古屋的吗? 你什么? 真的吗? 这人是村井的兄弟 父亲都不敢相信, 这又是出租房, 又是洗澡堂, 周围全是一帮奇奇怪怪的人, 美芝刚走到家门口, 姐姐小子, 也紧随其后跟了上来, 说是有要紧的事, 前来通知, 说话间哥哥一家从家里走了出来, 哥哥说他们今天先去澡堂洗澡了, 家里现在刮起了不得了的台风, 让美芝也小心点, 美芝偷偷朝门缝望去, 父亲站在门口等着他们, 父亲气得拿着汤勺质问姐妹俩, 为何撒谎只说体面话, 家里又是去当铺的同居人, 又是哥哥来洗澡的, 这日子怎么过成这样, 父亲看着两人也没打算说实话, 自己还有生意的事要处理, 就决定星期六再次来访, 那时再好好问问夫妻俩, 父亲出门后刚刚走远又折了回来, 把自己带的蜂蜜交给了女儿, 父母再生气, 永远还是很爱自己的子女, 此时的父亲还在门外偷偷望着女儿家, 脸上满脸的担忧, 而这边几人也准备好了一场迎接父亲的大作战, 首先是帮阿茂办一场读者见面会, 让父亲看见阿茂的事业,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惨, 另外, 也帮阿茂宣传了漫画, 次日, 阿茂的读者见面会开始了, 顺便也把生二拉来做陪衬, 每只在等父亲的时候, 准备将他带往见面会, 可来的人数比想象的还要少, 几人忧愁的不知如何是好, 每只也即将赶来, 可不到一会儿, 读书会的人数就异常的多, 这让赶来的父亲看到后高兴不已, 他也进到书店看起了这本漫画, 这时, 书店进来一个男人, 介绍自己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 每只父亲赶忙上去问道, 像女婿这样的漫画是否能大火, 他说会不会大火不知道, 但他可以肯定这本书的前景很大, 听到这样的话, 父亲准备放心地离开, 可到了一家咖啡馆后, 父亲却听见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说是读书会只要有人前去, 就会给租书免费券, 父亲一听怒了, 这不明买着都在欺骗我, 他直接冲到书店大怒, 质问女儿为何要蒙蔽父母的双眼, 搞欺骗这一套, 给家里写信也是一样, 接着告诉阿茂, 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了还是穷, 那就堂堂正正的穷, 不要搞这些花样, 他真的很气愤这样的做法, 美智子出来赶紧解释, 找托是自己私自决定的事情, 让父亲不要误会小两口, 但父亲还是把火气发泄在了阿茂身上, 他气愤自己把女儿交给了他, 现在日子过成这样, 只能说明自己看错人了, 阿茂没有反驳, 但却刺痛了美智的心, 这是美智第一次对父亲这样大声说话, 但阿茂哄妻子说错了就是错了, 我们再好好做就好了, 父亲突然也意识到, 女儿真的已经长大了, 经过这件事后, 父亲也准备放心地离开, 临走时给女儿留了钱, 美智让父亲放心, 自己一直过得很开心, 回家后的父亲被家人追问, 美智过得如何, 父亲只是一句他很快乐, 这个女孩竟然当着妻子的面, 抱了丈夫, 丈夫居然没有拒绝, 还拉起女孩的手走进了自己房间, 这让美智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两人就那样进了房间, 只留妻子在外面吃醋猜疑, 美智以送茶为由, 想看看两人在干什么事, 却发现女孩坐在自己平时的位置, 帮丈夫画画, 晚饭时, 美智做了一大桌菜等两人吃饭, 却被出来的丈夫训斥, 指责美智这样的饭菜就是浪费时间, 虽然委屈, 美智还是给他们做了好吃的饭团, 两人边吃饭边工作, 在外面的美智, 感觉全世界都遗弃了自己, 直到第二天, 两人完成了工作, 女孩也离开了,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呢? 丈夫到早上才告诉美智, 这个女孩叫何子, 是一个未来的少女漫画家, 因为一次跟自己在出版社遇到, 意外成了自己的粉丝, 现在出版社没了, 所以跑来找自己, 美智听完这才松了口气, 这天, 丈夫准备出门交稿, 她脸通红, 整个精神状态极差, 妻子发现丈夫发高烧, 于是想帮丈夫去送稿子, 妻子不明白丈夫为何不相信自己了, 看见阿茂这个样子, 她还是想极力去帮她做, 最后, 无奈阿茂只能交给妻子, 临走时只说了一句, 这时的美智还不明白其中含义, 到了出版社, 社长检查完稿子, 给稿费时, 本来说好的一万却给了五千, 美智不理解为何如此之少, 社长告诉美智, 她的丈夫现在跟新人没什么区别, 如果不服气就尽管拿回去, 她也不乐意收, 稿纸掉在地上, 美智这才发现丈夫的委屈, 为了生活, 阿茂画起了少女漫画, 而且还改名为水木养子, 出来后的美智一个人坐在公园大哭了起来, 她不知道丈夫竟然遭受如此的侮辱, 还一个劲的保护自己, 怕她跟着伤心, 自己居然还在那争风吃醋, 一想到这些, 她无法忍受的心情全部涌了出来, 回家以后, 美智向丈夫道歉自己的无知, 可丈夫并没有放在心上, 还帮妻子泡好了咖啡, 妻子为了帮自己去收稿费, 让她受委屈, 觉得很愧疚, 一收到这儿, 美智的眼泪又差点掉下了, 我, 我可以帮助你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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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说, 自己是第一次画少女漫画, 正在苦恼时, 何子出现了, 他只是让他帮个忙而已, 两个人的误会再次解开了, 楼上的同居人要离开了, 自己坚持画漫画这么多年都无果, 妻子一直养着自己, 孩子这么多年也没管过, 现在也该是放弃的时候了, 成年人的无奈就是无能为力, 送走了同居人, 美智为了支持阿茂的事业继续下去, 于是决定出去找份工作, 他来到漫画店, 刚好看见澡堂子老板, 现在做起了美容的生意, 美智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 事后大家聊到这份工作很赚钱, 美智一听心动了, 他恳求澡堂子老板能不能让他也去试试, 接着美智就被带到了美容院面试, 里面的经理看他的手法很不错, 就把他留了下来, 美智回到家, 本想跟丈夫商量一下自己工作的事, 丈夫沉浸在漫画的世界无法自拔, 他把准备说的话咽了下去, 他想好好做好眼前的工作, 全力支持丈夫,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美智就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 只要闻见了饭味, 美智就开始干呕, 美智即将开始面对自己人生新的转折点, 医生告知他已经怀孕两个月, 正高兴时, 一个小孩摔倒在他跟前, 帮忙夫妻小孩时, 他的母爱瞬间泛滥了起来, 可孩子的母亲怒吼孩子, 因为这个母亲此时正在为医药费发愁, 再看看路过的孕妇, 说孩子就是吃钱的虫, 他变得忧愁起来, 回家路上, 他不断练习如何告知阿茂, 他正高兴准备进门宣布这个消息时, 家里的同居人中森, 觉得亏欠老婆孩子太多, 准备回家看看他们, 这时阿茂不由感叹, 有孩子的人真的很难, 孩子吃穿用都是钱, 对于画漫画的人, 有孩子太艰难, 这话让美芝有口在难开, 他本想着, 孩子月份还小, 自己努力工作, 就可以好好抚养孩子, 可这里的经理怕负不起责任, 而美芝已经是高龄产妇, 没必要勉强自己, 于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除了阿茂不知道这件事情以外, 貌似全世界都知道美芝怀孕了, 街坊四林给他送了补品补充营养, 然后说了好多孕妇的心得, 以及注意事项, 大家都很期待美芝的孩子的到来, 当问到阿茂是不是也同样激动时, 美芝沉默了, 美芝子一下看出他的难言之隐, 两人单独相处时, 美芝说出了自己家贫穷的顾虑, 大姐告诉他, 孩子不一定是拖累, 反而可能是这个家的劳动力, 曾经她的老公第一次听到有孩子, 什么反应都没有跑了出去, 之后就给自己拎了只鸡跑回来, 还大声的说吃这个, 能生个健康可爱的孩子, 那种一起承担的回忆, 到现在都很甜, 美芝经过大姐的这番开导, 回到家中准备跟阿茂说这件事, 看见丈夫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 两人也没有再说更多的话, 直到深夜, 阿茂还在一直画画, 而美芝也失眠到了天亮, 次日, 刚好姐姐小子邀请去她家, 美芝就暂时离开了, 姐姐家不仅环境好, 而且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丈夫更是一个好男人, 每次下班都去买妻子最喜欢吃的蛋糕, 看见这一幕, 她好羡慕姐姐这个热闹的家庭, 对比而言, 美芝觉得自己家非常的寂寞凄凉, 饭后茶点时, 姐姐提议让美芝小小惩罚一丝阿茂, 来个短暂的离家出走, 于是, 阿茂收到电报, 说自己这段时间会住在姐姐家, 气得阿茂说, 美芝虽嘴上说离家出走, 内心却一直期盼丈夫能来电话, 只是每次接起电话, 发现都不是丈夫打来的, 她的内心好失落, 这时, 门铃响了, 她前去开门, 阿茂还是担心地上门了, 也给姐姐带了礼物, 但门也没进, 就让美芝跟自己回家, 走到公园美芝告诉丈夫, 他们两个都属于晚婚, 这个孩子的到来他想好好珍惜, 所以抚养孩子这事总会有办法, 阿茂也说, 让妻子好好珍惜这个下午, 也许这就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单独出门, 并向妻子解释, 他从没说过不要这个孩子, 只是突然的消息让他有点猝不及防, 也许这就是男人, 但他们总会有办法去养孩子, 那天, 两人在公园享受了最后的一次二人世界, 接着, 茂带妻子去看了一场电影, 这是第一次两人向约会的外出, 夫妻俩准备好迎接这个孩子的到来, 而另一边, 阿茂的父母也收到了美知有孩子的消息, 老两口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婆婆准备立马起身前往东京, 却被公公拦下了, 儿子住的地方很小, 他怕媳妇阿范怒的脾气, 会让美知不自在, 反而是添乱, 不管是娘家还是婆家, 都寄来了孕妇专用的礼物, 大家都在期盼着这个孩子的到来, 可面对收入上的窘迫, 夫妻俩养得起这个新生命吗?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 美知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家里的贫穷的生活, 依然没有改善, 美知要比以前更节俭的过日子, 但他还不忘自我安慰说, 贫穷是发明的母亲, 只是时间久了, 谁也架不住, 阿茂因为稿费一直被拖着, 现在还不上房贷, 地产准备回收房子, 于是他再次回到出版社, 跟社长要钱, 毕竟不能让老婆孩子去露宿街头, 到了出版社, 看到里面已经打起来了, 全都是因为债务问题, 就在大家商讨问题时, 阿茂发现穷神无处不在, 甚至还盯上了自己, 家里的米已经见底, 收电费的又上门来了, 无奈两人只能出门去躲债, 顺便散散步找找野菜, 可就是这样, 阿茂还是努力的画画, 到处走访接稿子, 无奈现在的稿费越来越便宜, 想到孩子即将出生需要钱, 美知只能拿出自己结婚时, 娘家送的高档布料, 准备让丈夫去当, 阿茂拒绝了, 坚决不给当, 毕竟是妻子的嫁妆, 可美知说放在那儿也用不上, 当出去也是暂时的, 阿茂只好拿去当掉, 但他嘱咐当铺, 给自己留着, 自己一定会回来赎, 福无双至祸不担行, 这是家里又有两个男人见门, 自称是税务局的, 因为他们的收入出现可疑, 前来调查, 原来竟然是两人纳税太少, 他们怀疑两人是不是偷税漏税, 两人解释了半天并没有用, 税务局这边不相信, 没钱的人怎么可能生存, 还准备养个孩子, 气得阿茂拿出了所有当票, 这个家的贫穷, 让离开的两人都非常同情, 这时阿茂发现, 穷婶竟跟自己回了家, 美芝在孕检时, 医生告诉她, 得了轻微的认臣中毒症, 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可因为没有钱, 美芝还是选择回家静养, 刚好,邻居找唐子大姐前来探望她, 帮美芝按了按肿起的脚缓解一下, 现在的美芝因为娘家人远, 丈夫又是独臂, 不能帮到自己什么, 内心变得越来越不安, 但尽管如此, 她还是想健健康康的把孩子生下来, 这天, 邻居们可能都知道了此消息, 纷纷前来安慰, 不仅拿了好多婴儿用的物品, 还帮她做了一大桌调理的食材, 大家暖心的帮助, 让她很是感动, 也让她对来年的预产期又有了勇气, 转眼, 圣诞节到了, 阿茂通宵的工作让她沉睡, 美芝看着心疼, 于是自己前往运检, 可出门后, 阿茂还是不放心的跟了出来, 两人到了医院检查, 医生说孩子今天可能会出生, 美芝只好临时住院, 依托丈夫前去取生产用的物品, 看见妻子阵痛, 一旁的阿茂手足无措, 等她把物品拿来时, 妻子已经在产房中, 她焦急的在门口等待, 就在姐姐小子赶来的那刻, 孩子出生了, 美芝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阿茂第一次看到孩子有点发愣, 护士说, 有点像父亲圆嘟嘟, 她还鼓起了腮帮子, 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两人也重新进入了新的角色, 这个孩子的到来给这个家增添了活力, 再刚的男人在转变为父亲的角色时, 都会变得无比柔软, 例如眼前的阿茂, 看见孩子首次回到家里时, 把平时舍不得用的暖炉打开, 生怕把宝宝冻感冒, 看见这样的转变, 妻子大吃一惊, 而今天也是孩子的七日庆, 也到了孩子该取名字的时候了, 这时, 哥哥一家又来上门, 惊的姐姐误以为又要来洗澡, 其实, 两人只是为了孩子的七日庆而来, 顺手还拿了条鱼当赠礼, 可刚坐下就说身子有点凉, 看样子又得蹭顿早, 姐妹俩一点也不意外, 阿茂早一想好了, 起名就叫懒子, 然后把全家的名字写在了纸上, 可哥哥总说缺点什么, 姐姐说那就画一个, 画点喜庆的, 也算是对孩子的一种祝福, 而阿茂画了妖怪的眼珠子, 虽然其他人不明白, 但每知明白, 那是鬼泰狼漫画里的眼球老爹, 虽然样子奇怪可怕, 但他却是一个全心守护孩子的可靠父亲, 阿茂画词也是想表达, 自己会像眼球老爹一样, 全心的守护好蓝子, 姐姐临走时交给美芝一本育儿书, 回来时却发现, 丈夫一直趴在孩子身边吸, 问他在干什么时, 他说婴儿的味道就是生命的味道, 现在的阿茂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女儿, 又过了三个月, 生儿这天上门来访, 因为家里比较拮据, 所以给他们带了点孩子的旧衣服, 另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开了一家出版社, 这样就可以做自己最喜欢的漫画, 而他想首次出的漫画, 就由阿茂来画, 两人达成共识以后, 姐姐小子也已经上门, 可就在弯腰放东西的那刻, 姐姐闪了腰, 这一下打乱了美芝的育儿路, 作为新手的她, 做什么都变得局促起来, 为乃孩子不太喝, 孩子睡得时间太长, 自己就趴在孩子跟前看, 还有没有呼吸, 宝宝醒了时又不敢急着去抱, 丈夫实在不解她的行为, 她说书上说孩子哭了立马去抱, 孩子就会习惯, 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招架不住孩子的可爱, 可这条路远远没有她想的容易, 孩子吃奶怎么也不打嗝, 晚上又一直啼哭不止, 对于第一次当妈妈的她, 还是有点困难, 次日, 美芝因为折腾了一夜睡得有点沉, 起来发现孩子跟丈夫都不见了, 她冲出去门外准备去找, 回头却发现, 丈夫跟孩子在外边晒太阳, 原来, 丈夫看着妻子太累, 就想让她多睡会儿, 自己带着孩子晒晒太阳, 盯着孩子的时候, 她觉得很有意思, 这么大的孩子, 每天就知道吃喝拉撒睡, 看着这么小, 什么都做不了, 却可以用哭指挥大人干这干那, 孩子成了夫妻间的纽带, 这天下午成了三人最美好的亲子时光, 这时有一个快递上门, 原来是美芝娘家送来的, 包裹里是美芝兄弟姐妹送来的最新款婴儿车, 街坊四邻都来看兰子, 也顺便送来了好多礼物, 而美芝子的孩子因为风寒早早离世, 看见兰子时, 他感觉自己重回了做母亲的时光, 也叮嘱美芝一定要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邻居走后, 客夫拿着相机也来了, 准备给一家三口留下一张纪念照, 而这家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生活有所改变吗? 每年的女儿节即将到来, 对于现在这个家的贫困, 根本给女儿买不起很好的礼物, 于是阿茂就帮女儿画了一面祝贺墙, 那日美芝抱着孩子唱着祝福歌, 阿茂用笔在画上帮女儿点上了庆祝的烛火, 两人对着空气喝庆祝的酒, 那种幸福感让他们仿佛都身在其中, 阿茂假装喝酒依然会醉, 然后偷偷吃一块小小的点心, 成人版的过家家竟让小两口玩得不亦乐乎, 虽然一切都只在画中, 但丝毫未减的爱意弥漫在这个家里, 可穷神依然无处不在, 又过了三个月, 现在的篮子已经半岁, 贫困的生活依然没有改善, 想躲避收账的都躲不过, 总是因为蓝子的哭声没办法躲避, 这倒是开心了收账的, 逗着蓝子说, 要是以后妈妈跟他玩捉迷藏的时候, 让蓝子多多提醒, 阿茂现在的漫画依旧卖不出, 尽管圣二努力推荐, 可还是会收到读者辱骂的来信, 要求停更这样恐怖的漫画, 而且, 现在圣二的市场也不好, 整个漫画界竞争很激烈, 圣二让阿茂尽管画, 其他一切交给自己, 为了帮到圣二, 阿茂说自己也可以帮他做做参谋, 培养一下新的漫画家, 这让圣二很开心, 两人工作到很晚, 阿茂前脚刚出去, 圣二老婆就发现天宫下起了雨, 于是赶紧拿了把伞追出去, 可阿茂说借伞容易, 还回来太麻烦了, 他委婉的拒绝了, 接着就离开了, 而圣二老婆回家说, 借伞被阿茂拒绝了, 圣二这才想起来, 阿茂本身就一只胳膊的人, 他一只手还要骑车, 怎么打伞, 圣二妻子说, 自己忘了他是残疾人了, 其实阿茂并不在意自己的缺陷, 乐观向上的, 让别人都忘了他有缺陷, 还能委婉不给别人难堪, 这让两口子觉得阿茂真是个好人, 也让丈夫努力, 让大家一起脱贫, 那晚的雨很大, 过了半夜阿茂也没有回来, 直到天亮, 才看见阿茂呆滞地坐在家门口, 妻子问他去了哪儿, 他说自己迷路了, 自己曾走了无数次的回家路, 竟然能迷路, 昨夜的他不论怎么骑, 都骑不出那条墓地, 好像迷失在了那里, 直到太阳出来, 他才赶了回来, 接着他说要去睡觉, 把自己仅剩的钱交给了妻子, 那些零碎的硬币掉在地上的那刻, 每知有种不好的预感, 昨夜的丈夫怎么骑也骑不出黑暗的自行车, 就像在没有出口的贫穷中挣扎的自己一样, 现在已然是一个新的时代, 电视动画《铁壁阿童木》开始放松, 大街小巷的孩子都在传唱阿童木的歌, 书店这时也在遭受了重创, 美智子因为帮美智一家出书, 街道认为鬼太郎是暴力运毒的书籍, 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 要求赶紧下嫁, 生活到处是惊喜, 这个家已经贫穷到了极限, 因为交不起电费, 现在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夜, 两人点着蜡烛吃着饭, 看见妻子已经是一筹莫展, 阿茂说道, 这样的安慰并没有让美智得到宽心, 她只觉得生活真是越来越悲惨, 甚至觉得点着烛光的夜晚, 就像小时候奶奶讲恐怖故事一样, 又害怕又新奇, 她和丈夫在蜡烛下依然努力地工作, 于是也前来帮忙, 烛光下的漫画让她觉得更加的恐怖, 可丈夫觉得这可能是个不错的契机, 两人工作了好久, 直到蜡烛都快用尽, 准备暂停下来透透气, 蜡烛却被吹灭了, 本想赶紧点上, 意外发现窗外的天空满天星辰, 丈夫笑着说, 要不就让一直停电下去, 虽然是苦中作乐的话, 但也算是伴着星辰的浪漫, 阿茂每天努力地工作, 可穷神依然在, 稿费还是很低, 这也有一个神秘人上门, 自称是财务局的人要收回房子, 因为阿茂的房子建在了财务部的土地, 他们要收回土地, 也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阿茂彻底怒了, 这个家都快要露宿街头, 美芝竟然还哼着歌, 看见这样的妻子, 丈夫说美芝真沉得住气, 美芝笑着说,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总会有办法的, 这让阿茂反而释然了, 也就是妻子的好心态, 又让阿茂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这是一个男人上门, 说昨晚的事他们查询了一下弄错了, 而且说那人他们根本没见过, 他们一家还是可以继续住下去, 两人纳闷这两天, 怎么尽遇到些奇怪的事, 阿茂想到可能是穷神在捉弄他们, 两人准备洒洒盐驱驱鞋, 洒了几下美芝犹豫了, 家里的结局不允许这样浪费, 他改变主意了, 既然穷神存在, 那么他们就要正确面对这个问题, 打败穷神, 现实里面搞不定他, 那么就在漫画里面狠狠教训他, 也就是妻子的提醒, 阿茂查阅了许多人类至今的妖怪和神, 想要对抗这样的穷神, 他想着必须有一个超人般头脑的少年出现, 这个少年要能召唤法术, 把恶魔当仆人来用, 召唤恶魔改变整个世界, 也就是从这页的构思开始, 水木茂的漫画, 又诞生了一个名著, 恶魔小子, 当圣二看见这个新漫画时, 觉得这简直又是一个神作, 他立马让阿茂先画无稳, 阿茂不想给圣二负担, 但圣二说自己会想办法, 让他尽管创作, 圣二满怀欣喜地离开了, 但阿茂说自己就画五本, 如果还是没有希望, 那么这本书就出局, 他不会再继续, 恶魔小子也出了一本了, 可阿茂最近又开始迷上了军简模型, 看见丈夫这样浪费花钱, 气得美之大怒了起来, 客夫自己从见过盒子, 就疯狂地迷恋上了他, 抓住机会地往上凑, 这次以送照片为邮约件, 当盒子看见照片时, 准备拿着这张照片前去面试, 杂志漫画, 客夫却说, 你身边的那个贫穷漫画家, 可是会影响你哦, 这话让盒子很不高兴, 他说阿茂是他见过最有魅力的漫画家, 此话一下击碎了客夫的心, 他怀疑盒子喜欢上了阿茂, 出来后他一直思索, 这个阿茂到底有何魅力, 能把那样貌美的妻子娶到手, 现在又把盒子这样的少女, 迷得神魂颠倒, 想着想着掉进了坑里, 结果就是他的裤子破了, 穿着浴巾在阿茂家走来走去, 美芝还在给他缝补, 于是他就趁机给美芝讲了很多阿茂的怪癖, 阿茂不仅喜欢收集报纸标题, 而且连骨头都捡回家, 说话间阿茂回来了, 看见客夫他就一脸不情愿, 但这个憨憨直接拿出自己新买的模型给妻子看, 气得美芝一脸无语, 客夫趁机替美芝说话, 这让美芝内心小高兴了一下, 可下一秒, 大家在笑声中缓解了尴尬, 客夫再次劝说阿茂, 也该换换思维去做一些漫画, 毕竟现在的铁壁阿头目这么火, 做做小朋友喜欢的没什么不好, 这话让阿茂很生气, 他一下把客夫赶了出去, 但美芝觉得客夫说的并没有什么不对, 生存和梦想永远是一个选择题, 大姐的书店依然有人投诉, 尽管大家极力争吵不休, 可还是改变不了这本漫画在大众眼中的看法, 出门转了一圈回来的美芝, 刚刚进门又迎来一个温审, 哥哥坦言自己不是来洗澡的, 让美芝放宽心, 自己现在下岗了, 只是想来借点钱, 这话让美芝脑瓜子嗡嗡响, 他转头就找借口离开了, 丈夫紧随其后解释, 毕竟哥哥家还有两个小的等着吃饭, 最后哥哥还是拿到了钱, 说自己一定会还, 美芝是真搞不懂这对奇葩兄弟了, 不出意外的意外, 圣二还是告知漫画失败了, 这条路依旧没有出路, 穷神的路依然在战斗, 如果你用尽全身力气, 穷神还跟着你, 你会如何? 阿茂的漫画再次滞销, 他只能用搭建模型来排解烦躁的心情, 美芝明白丈夫的苦闷, 于是就坐下来陪他一起搭建, 两人坐了一下午, 美芝也发现了其中的快乐, 原来专注沉浸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确实可以忘掉很多烦恼, 做事要优势有终, 两人还是给恶魔小子画上了大结局, 恶魔小子背睡, 这让美芝很忧伤, 感觉恶魔小子就像丈夫一样, 为了远大的理想战斗, 可最后还是被现实打败, 他觉得好不甘心, 其实丈夫早就想好应对, 他画了另外的一个恶魔小子, 七年后复活版本, 这样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希望, 他相信恶魔小子一定会在现实, 他们绝对不会想到, 有天这本漫画会让他们挣钱挣到手软, 只是现在他们还不自知罢了, 这时客夫上门给阿茂指了一条路, 虽然这人平时贼不靠谱, 但这次分析的还挺有道理, 现在都是杂志漫画流行, 如果阿茂想的话可以前去试试, 看见女儿兰子小小的都在努力学走路, 于是阿茂带着圣二准备前去试试, 可这人长得有点太惊悚了, 披头散发, 满身的臭味, 嘴里一直说出租漫画的时代, 俨然过去, 如果敢跨出去, 绝对是个新局面, 可阿茂看着他怎么又像穷神, 他立马跟圣二走了出来, 他说这人绝对不靠谱, 还是自己另想办法, 因为生活不下去, 美芝带着孩子前去圣二家要搞费, 可圣二有事已经好几天没回家, 两家的女人也就坐下来闲聊了起来, 发现各自的丈夫都是烂好人, 但他们依然喜欢丈夫, 甚至也做好了跟穷一直做斗争的准备, 两人也算是互相宽慰了一会儿, 美芝就离开回家了, 从圣二家出来, 美芝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 回家后美芝体力不支倒下了, 原来她今天一直在发高烧, 丈夫紧张地照顾着美芝, 看见妻子感冒流鼻涕, 家里四处找寻都没有纸巾, 只能拿废弃的稿纸擦擦, 眼看着妻子跟着自己受这样的苦, 阿茂第一次怂了, 她决定去找份工作, 自己去做设计海报之类的, 只要能维持生计, 她愿意去做, 这话惊到了妻子, 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丈夫说这样丧气的话, 丈夫在里面画画的时候, 美芝在外面辗转反侧的睡不着, 最后还是担心的起了床, 走进来看见丈夫在搭建模型, 她知道丈夫又有心事了, 她也动手搭建了起来, 告诉丈夫, 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喜欢上了模型, 因为是跟丈夫在一起做, 让她觉得很开心, 也顺便向丈夫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也可能是两人真的经历了很多磨难, 此日, 生二给两人送了稿费上门, 也算是缓解了一下他们的燃眉之急, 而年后的某天, 战剑也终于搭建完成, 就在两人为这个事情高兴时, 旁边的小可爱蓝子也笑了, 而且,竟然奇迹般的会走路了, 虽然外面寒风凛冽, 但这件事情却温暖了这个家, 而这个家也即将像蓝子站起来一样, 迎来他们想要的改变, 奇葩兄弟慌张的在筹谋一件大事, 因为父母准备前往东京, 这两人一想到父母, 见把弩张的样子就害怕, 为了阻止母亲火山爆发, 父亲又跟吐蕃鼠一样能吃, 瞬间决定得阻止父母来, 唯一的路就是让美芝带孩子回去, 可现在家里米都见底, 哪还有回去的车费? 两兄弟都凑不出这笔钱, 正在犯男时, 一个财神竟然找上了门, 这个男人叫申泽, 曾经也是非常看好阿茂漫画的人, 因为身体住院暂停了一切合作, 此次前来, 一方面是送之前未结的稿费, 另外是他准备东山再起, 第一想合作的人就是阿茂, 现在是漫画杂志时代, 他打算自创杂志, 未来成就更多像阿茂这样的漫画家, 这个人就像救星一样降落在这个家, 正因为有了这笔钱, 美芝也终于可以回娘家探望, 阿茂让妻子好好待几天, 毕竟已经离开家好久了, 看见丈夫对自己的体贴, 美芝又差点感动得落泪, 可这时, 惊不惊喜, 不愧是我们的阿茂, 一下就打破了这氛围, 但也因为这个屁, 他的又一神作漫画出世, 这么久以来, 这个贫穷的家终于迎来了希望之光, 美芝也启程准备前往娘家, 看看这个可爱的父亲, 此时焦急的在门口张望, 看见女儿回来了, 赶紧坐下, 装起了父亲的威严, 滑稽的样子惹得母亲直笑, 女儿已经坐在眼前, 父亲都不敢丑一夜, 但一听到小孙女的名字, 她还是忍不住了, 姐姐雪姜听闻美芝回来了, 也赶紧背了一大堆物品前来看望, 这夜, 家里是热闹非凡, 连镇上的小姨都赶了回来, 很久没有体验过热闹的美芝, 感觉回归了曾经温暖的家, 二姐离开前跟妹妹说, 她以为妹妹真的穷得没有回来的车费, 看到美芝的脸色, 她明白妹妹过得很好, 她也放心了, 当天, 美芝刚好也跟同学续了续旧, 聊了点家常的事情, 中途同学出去了, 美芝却意外发现, 弟弟贵司跟一个女孩在一起, 虽不知说了什么, 不过看着女孩哭哭啼啼的, 明白两人肯定在分手, 接着女孩就转身离开了, 同学进来大喊了一声美芝, 一下子让大家陷入了尴尬, 弟弟告诉她, 父亲想让她继承酒店, 而自己喜欢的女孩是个独生女, 只能上门当女婿, 所以, 自己现在陷入了爱情与事业的两难中, 毕竟父亲不会同意自己当上门女婿, 美芝想想也是, 而阿茂这边即将有大事要发生, 何子今天上门了, 看见阿茂的家里杂乱无章, 这准是老婆不在家, 回归了单身生活啊, 何子给阿茂带了很多吃的, 看见阿茂在认真工作, 又送上了爱心茶水, 他已经完全喜欢上了阿茂, 看着阿茂的背影都会露出娇羞的眼神, 再看看憨憨的阿茂, 竟一点也感觉不到何子对自己的感情, 喝完茶水又努力的干起了工作, 何子送个茶水都能把自己送的心跳不止, 这完全是要出大事的迹象, 这时客夫来了, 这人虽然平时不靠谱, 但这次却也做了大贡献, 他是专门阻止两人情感发展的绊脚石, 看见何子连内裤都给阿茂洗了, 他就开始大吵大闹起来, 他一直想让何子离开这个家, 跟自己约会, 吵吵闹到两人, 让阿茂终于爆发了, 而美之娘家这边也是事情不断, 美之外出回家发生了大事, 弟弟贵司跟父亲直言, 他就是要娶心爱的女人, 父亲刚准备让他继承家里的酒店, 听闻要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 瞬间不高兴了, 可父亲怎么说儿子都不听, 最后准备上门跟女方家去说, 父子俩在你拉我扯间战斗, 贵司向父亲喊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大家在这争吵不休时, 小侄子哭着赶来说, 兰子把弹珠吞了下去, 美之急忙跑回房间, 就看见兰子在地上翻滚, 他大力拍着孩子的背, 父亲看见女儿焦急的状态, 说还是交给自己, 再晚点可能会堵塞窒息, 这句话吓蒙了美之, 他一只手帮孩子从嘴里抠, 一只手大力地拍打, 终于孩子吐了出来, 作为母亲的美之抱起孩子大哭, 医生赶来时, 孩子已无碍, 也就从刚才的那刻, 父亲明白, 女儿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母亲, 她突然也释怀了, 觉得自己不必勉强谁, 只要儿女过得幸福就好, 现在自己还在, 母亲留下的这份产业, 就由自己继续来守护吧, 接着, 让儿子把女孩带来见见, 越快越好, 贵司一下不知道如何感谢, 只向父亲说了声对不起, 男人之间的感性, 也许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妹妹看见父亲跟哥哥和好了, 跑去跟美之报告此事, 还说姐姐今天真的很厉害, 让父亲都不有感叹, 美之告诉妹妹, 为人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本能反应, 妹妹小时候有一次谈赌在喉咙, 父亲当时也是那样帮他抠出来的, 他今天只是效仿当年的父亲, 可能从未听说过此事, 妹妹听后愣在了原地, 瞬间后悔平时跟父亲大吼大叫, 他当下做了个决定, 既然哥哥要去当上门女婿, 那就由自己来照顾父母, 守护这个家的生意, 恍然间, 妹妹也已经成为了小大人, 美之跟家人道别后, 再次回到了东京, 阿茂许久不见妻女, 听见门响声就跑了出来, 看见女儿对自己甜甜的一笑, 瞬间觉得自己元气满满, 美之意外的是, 家里竟然很干净,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 阿茂说自己其实什么都能做, 但有一样不行, 果然, 阿茂是真把妻子没当外人, 美之竟然还夸丈夫的屁, 每次放得很有节奏,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虽然是破破烂烂的房子, 这一家三口依旧生活得很快乐, 又过了一段时间, 家里传来弟弟要举办婚礼的消息, 因为没有多余的钱来回折腾, 美之给弟弟亲手缝制了贺礼, 回来后, 美之就前往了书店探望, 可就听说最近电视机流行了起来, 书店的客户越来越少, 而且还遭遇街道自发组织的小团体攻击, 现在书店面临倒闭的可能, 这一下让美之担忧了起来, 而另一边也传来好消息, 现在杂志也已经确定了下来, 每期都准备刊登阿茂的漫画, 这就意味着阿茂离成功也将越来越近, 杂志刊登出来的那天, 夫妻俩激动地打开翻阅来看, 美之却发现这次画的人物角色, 怎么看都像客服, 就连说话的姿态都一样, 现在自家的状况虽然好了, 可美之最担心的还是小道书房, 而现在正值东京奥运会, 于是美之想了个让书店起死回生的办法, 他连夜做了三张奖牌拿到书店, 让大姐用发奖牌的形式来激励, 因为正值奥运, 孩子们都对奖牌很有兴趣, 如果谁借的书多, 就能得到颁发的奖牌, 说不定会鼓励更多的孩子来借书, 你还别说, 美之人长得漂亮, 还蛮有头脑, 于是美之子就展开了这样的活动, 而美之也帮书店做了更多的奖牌, 就连阿茂都夸妻子, 这次真的出了个不错的主意, 果然书店像以前一样, 一下恢复了正常, 甚至连大人都积极参与到了其中, 小道书房刚恢复点生机, 又引来街道那帮苍蝇, 刚进门就大吼大叫, 让所有人从这家书店出去, 美之子还客气的问什么情况, 对方说, 他们征求了学校和家长的意见, 以后不允许孩子再进入出租书店, 所以现在让所有学生离开书店, 学生们听见这样的说法都觉得很无理, 可这帮人更加放肆, 拉起孩子就往外赶, 就在这拉扯间, 美之子老公抓住其中一人胳膊, 对方看是想干架的样子, 上去就打了起来, 店里现在是鸡飞狗跳, 直到警察出现, 大家才停手, 因为没有出现较大的伤害, 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可书店的未来让人堪忧, 美之子婆婆再也忍不住, 她走到儿子面前, 觉得儿子是该承担起来的时候了, 不要总让儿媳一个人去面对, 可儿子什么也听不进去就走了, 在门口, 她看见地上的奖牌捡起来装在兜里, 接着就离开了, 婆婆哭着对儿媳说, 让她硬起一点, 不要总是一味的放纵, 就是因为太浇灌丈夫才会这样, 可美之子何尝不想, 因为当初丈夫不在的时间, 自己没有保护好孩子, 才导致两人多年无子, 内心产生愧疚, 才会一直忍让, 可孩子夭折, 哪里能怪她, 婆婆很心疼这个儿媳, 自打那次以后, 书店生意越来越惨淡, 而另一边, 美之帮丈夫去送稿子, 深泽看了漫画直夸, 也许只有水木, 才能画出这样讽刺意义的漫画, 虽然是笑着看的漫画, 让人察觉到世间的奇怪和错误, 也能说出平民大多数内心的不公, 最近, 还有很多粉丝来信夸赞水木, 看到这么多粉丝对丈夫的认可, 美之比谁都高兴, 回家路上, 美之还特意去了一趟书店, 结果发现房东又要涨租, 如果不能尽快付清房租, 就让他们立刻搬离, 美之刚想要安慰, 大姐的丈夫走了出来, 说她出去一趟, 这次美智子没有犹豫, 上前跟她说明了情况, 请求丈夫想想办法, 丈夫只丢给她一句, 那就放弃书店关闭就好, 对于大姐来说, 书店就像她的孩子, 有多少孩子来这里一起笑一起哭, 这里就是她治愈失去孩子悲痛的地方, 丈夫说出这样的话, 让她真的很难过, 可丈夫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大姐这次伤透了心, 她所有的依靠都将离去, 美之在晚上做饭的时候, 一直在想大姐的事, 所以没有注意身后的懒子, 然而再一转头, 孩子就不见了, 接着就听见外面狗叫的声音, 小两口吓得赶紧冲了出去, 就看见大姐老公抱着孩子进来了, 也安慰到孩子没有事, 自己已经把狗吓走了, 大姐老公也是漫无目的地路过这里, 但她也确实有件事想问阿茂, 如果漫画把阿茂逼上绝路, 怎么办? 因为漫画被朋友所背叛, 她会怎么做? 她曾经也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可就是去到西伯利亚那年, 因为自己业务优秀, 被同行嫉妒, 说她从中牟利, 然后被对方攻击, 好不容易活着回来, 孩子却没了, 她明知道自己老婆是无辜的, 可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十几年, 阿茂告诉大姐老公, 死的人才最可怜, 活着的人不值得通情, 自己虽然贫穷了很久, 但她只为自己喜欢的事活着, 毕竟觉得自己可怜是一件无聊的事, 有时间干点有意义的事不是最好, 阿茂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郑芝一下醒无了过来, 自己真是钻了牛角尖, 凝聚这时跑来告诉美芝, 美芝子不见了, 书店的奶奶着急不知如何是好, 两人都着急的思考她去了哪里, 但能想到的就是那个埋葬孩子的地方, 美芝让郑芝赶紧去追, 可这个男人还在犹豫, 但美芝了解女人, 她说大姐刚才哭着说一切都完了, 那就是杰说的话, 现在还不去追一切就完了, 这话点醒了这个傻男人, 两人赶紧骑上自行车前去追赶, 把妻子追回来以后, 正直诚恳的向妻子道歉, 她想妻子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她想努力做一回自己喜欢的店工, 重新把这个家支撑起来, 至于这个店, 真没办法维持下去了, 她只能向妻子说声抱歉, 这夜, 这个家也重新展开了新的局面, 郑芝更是感谢美芝两口子, 这次推了自己一把, 大姐在书店整理着书籍, 丈夫却把捡的那枚金牌给妻子戴上, 她觉得妻子这么多年的辛苦, 才是最值得拿这枚金牌, 而这天, 太医突然跑到美芝家里, 说大姐一家今天就要离开, 美芝赶紧跑着赶了过去, 解放四连的姐妹也都跑了过来, 大家都埋怨大姐, 为何一声不吭就走, 大姐说自己最怕离别, 话没说完就眼泪汪汪起来, 而这时阿茂也赶了过来, 郑芝告诉阿茂, 自己一定会努力去做, 虽然不知道现在还晚不晚, 就在这样暖心的告别下, 这个街道妈妈离开了, 他们也开始面向了自己新的人生, 这个厚脸皮的哥哥又来了弟弟家, 虽然阿茂现在没有以前穷, 可凡人的穷神, 依然在这个家蹲守, 而这个哥哥不仅来蹭早, 还在这炫耀, 自己低价买了台电视机, 顺便让弟媳再许杯茶水, 气得美芝嘟囔个嘴, 可这时美芝好像听见了婆婆的声音, 告诉两人时, 哥哥一脸不屑地说, 怎么可能是怒, 正在说母亲的坏话时, 依不意外, 父母突然来到了东京, 这可把两兄弟给惊到了, 父母说尿急先去趟厕所, 可他完全不知道, 大儿媳正在里面洗澡, 随后就听见儿媳惊叫着跑了出来, 嘴里还说来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这就尴尬了, 接下来就是家庭批斗大会, 婆婆气得骂哥哥两口子, 因为常年不回家, 现在连公公长什么样都忘了, 没事还跑弟弟家来蹭澡, 这附近的澡堂是容不下你们俩吗, 哥哥狡辩说澡堂再重建, 母亲说那就洗完澡把钱留下, 自己弟弟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 这话说到美芝的心坎里, 小憨憨高兴的只点头, 阿茂问父母, 为何此次突然来东京了, 父亲说自己随意写了本小说, 没想到竟然火了, 现在有人要出版自己的书, 所以他才前来商量, 可是自己得出一半费用, 母亲不知道这事靠不靠谱, 就怕被诈骗, 于是来问问阿茂的意见, 就在阿茂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这个客夫又上门来了, 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快速赚钱的方法, 让那种喜欢写小说的人出版, 然后让对方付费用, 自己又可以从中捞钱了, 这不就是说阿茂的父亲吗, 母亲一听果然是骗局, 再一看这个孩子, 不就是儿子小时候的玩伴, 现在竟变得如此坏心眼, 问儿子是不是跟着学坏了, 这下好了, 有了客夫这个坏人的加入, 婆婆又开启了批斗大会, 而另一边, 一个机遇就悄悄要降临, 这个漫画社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出版社, 而这里有一个人, 正悄悄地欣赏着水墓的漫画, 因为这个人, 阿茂两口子的命运, 即将要面临巨大的变动, 而婆婆在这边, 也打算在东京住上一周, 现在准备前去哥哥家住, 虽然哥哥很担心这周他们如何度过, 但这应该是他们承受的小小惩罚, 这天, 美芝在出版社碰见了何子, 何子因为画了三年漫画, 一直得不到认可, 就连申泽都说, 可以画得不好, 但不能无趣, 何子的漫画实在没办法出版, 这画打击到了何子, 紧接着就碰上了美芝, 美芝也是好心想上前去劝劝, 可这个女孩却说美芝什么都不懂, 就不要在这多余地关心自己, 一个只会在旁边看的人, 怎么能懂创作的心情, 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回到出版社, 美芝问了问情况, 得知何子只是刚刚遭受了打击, 但申泽说, 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 只是需要变换一种方法, 而太医的诗, 却得到了申泽的欣赏, 希望他能长期合作, 试金子迟早会发光, 回来后, 太医也告诉大家, 自己可能就要搬离这片地方了, 虽然不舍, 但美芝明白, 大家都开始慢慢走向自己的道路, 而这天, 美芝准备带着婆婆出去逛逛, 阿茂为了让家里节省开支, 提议让美芝带去寺庙转转就行, 然后请他们多吃点好的, 这样对于哥哥和他们都不为难, 于是, 美芝带着孩子就去了, 果然, 这个公公不是一般人钱包招家的住, 真是各种各样疯狂的能吃, 不过几个人还是很愉快的, 度过了这个小小的郊游, 可家里这边, 何子又趁美芝不在, 上门来了, 说自己上次骂了美芝, 现在没脸见她, 虽然不甘心自己画了三年不得志, 现在她确实是该放弃的时候了, 说话间, 还想跟阿茂来通告白, 但想想还是算了, 站起来时, 不小心碰倒了漫画, 上面还洒了茶水, 阿茂赶紧帮她捡了起来, 也就是阿茂的这种好意, 彻底让这个少女控制不住, 婆婆和美芝回来看到了这幕, 美芝的心差点都碎了, 何子走后, 母亲大声质问儿子在干什么, 阿茂解释何子要放弃漫画, 然后哭了起来, 她只是安慰了一下小姑娘而已, 要不说美芝憨憨的, 竟然还担心别人放弃漫画这件事, 而且觉得那样的情况下应该没什么, 婆婆觉得既然两口子都一条心, 自己还计较什么, 可架不住公共搅屎棍一样的推理, 公共真是儿子的好帮手, 一下把美芝的心再次拉到了冰点, 这夜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怒婆婆决定留在家里睡一夜, 自己和小孙女睡一屋, 坑爹和阿茂睡一起, 婆婆这夜跟美芝说, 其实自己明知道这次可能是诈骗, 也愿意来一次东京, 只为看一眼可爱的蓝子, 也告诉儿媳, 有些人坚持到四十就会成功, 她想, 阿茂也许会成功, 也有可能会穷到最后, 她恳求儿媳, 就算是这样也能一直陪伴儿子, 说着说着就又拜上了, 我拜托了, 天使般的孩子果然会暖人心, 而楼下的父子呢, 坑爹一直说着自己喜欢的电影, 阿茂劝他早点睡, 可他就要等儿子, 也告诉阿茂, 尽管现在还没有成功, 但追求自己喜欢的事, 本身就已经不容易, 之后的事情总会有办法的, 突然觉得坑爹说的很有道理啊, 可正经不过三秒, 他就趴在儿子跟前, 问白天的姑娘多大了, 这种美人儿子内心应该有过想法吧, 阿茂直言说什么都没有, 坑爹还抱怨的说浪费了, 说着说着两人大笑了起来, 这夜过后父母第二天就回去了, 而在樱花飞舞的一个下午, 这个盒子又上门了, 他为那天的丑态向阿茂道歉, 还说今天就是来告别的, 自己决定返回故乡了, 他就是浪费了三年的时间而已, 而美之还夸他一直很努力的, 可阿茂觉得, 大家都是一样努力过来的, 能一直坚持下去的, 本身就只有一小部分人, 世间不可能都是想象的美好, 但经历过的绝对不会是空白, 三年的漫画之路会一直存在的, 虽然现在不行, 但也许某天又会巧合连接在一起的, 就像坑爹一直在教育自己那样, 你直观努力, 其他交给天意, 事情总会有办法,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 让盒子脸上的阴霾突然间散去, 就在准备离别的时候, 盒子跟阿茂说, 自己想跟美之出去转转, 于是两人来到了寺庙, 这让美之想起了丈夫, 最喜欢骑车来这个地方看看墓地, 盒子觉得阿茂和别人不一样, 也为上次出版社的事情向美之道歉, 可美之说, 自己可能就像盒子说的那样, 每天因为要忙碌家里的事情, 还要照顾兰子, 虽然偶尔帮一下丈夫, 但他能做的估计也就这些了, 没法替丈夫一起创作, 就连有趣的事情都不会说, 可能他真的很无用吧, 而盒子说, 美之跟阿茂是真的绝配, 只是可能阿茂自己没有发现, 他其实已经不能没有美之这个人, 说话间, 盒子发现身后摊位的百件, 跟美之家里的一模一样, 美之说, 那是两人第一次约会来这里买的, 现在想想他都脸红心跳, 那些回忆犹如昨天般在眼前回放, 而盒子说, 自己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我喜欢我的老师的事, 并非详细的详细的详细, 并非详细的详细的详细, 虽然盒子隐藏了自己的内心, 但美之不难从这个女孩脸上看出, 盒子是真的喜欢丈夫, 可就算发现了, 他也平静地接受隐藏在了心中, 盒子离开这个地方后, 这可就苦了喜欢他的客夫, 他连滚带爬地跑到美之家, 进门就大声地哭泣, 他不能想象自己的仙女走了, 阿茂说, 没去天上也没上月球, 只不过回了故乡而已, 这话反而刺激了客夫, 他抓住阿茂衣领呵斥, 为什么不阻止自己的小仙女, 没想到, 平常奸诈的客夫, 竟然如此的纯情, 而这时, 一个大人物登场了, 他叫风川, 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出版社编辑, 如果你看过海贼王的杂志, 那么这本少年将, 你就不会陌生, 这是日本发行量最高的连载漫画杂志, 不仅在岛国拥有众多读者, 在海外也很受欢迎,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风川邀请阿茂来画漫画, 内容是以宇宙为中心展开, 说到这个题材时, 阿茂望向角落盯了半天, 随后, 问了风川一句, 这个内容能换吗? 风川的意思是不能, 接下来, 阿茂就做了一个惊人之举, 阿茂以自己不擅长宇宙故事为由, 拒绝了这次邀请, 这也意味着, 他将放弃这个机会, 风川要离开时, 本想再打个招呼, 却一下被阿茂的背影震撼到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曾数次幻想的偶像, 竟然如此画画, 风川走后, 客夫就大骂阿茂, 轻易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想翻身就难了, 美芝也突然搞不懂, 丈夫脑子里在想什么, 听见客夫不停唠叨, 阿茂就提着他的衣领子赶了出去, 美芝以为丈夫是缺素材, 说自己可以想办法找找, 却被阿茂大声呵斥住了, 美芝还是觉得丈夫放弃太可惜, 毕竟这样的机会对他们家来说太不容易, 他找到丈夫, 想把自己的缝纫机当掉, 换点钱买台电视机, 这样, 丈夫就可以作为素材, 接下今天的那个漫画的邀请, 阿茂这次只是一句, 美芝突然搞不懂, 眼前的丈夫到底怎么了, 阿茂也意识到自己态度可能不太好, 于是走出房门, 跟妻子说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 白天自己正准备答应时, 他看见穷神对自己笑了, 只点头让他答应, 那一刻他就知道, 他不能拿自己不擅长的去赌, 不然永远从穷神这里走不出去, 他也知道, 今天风川是真心让自己话, 所以他感觉机会一定还会再来, 两人就这样等待着风川的再次上门,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 阿茂满头大汗的在里面创作, 每只哼着歌给兰子刷鞋, 而这时,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这个男人果然再次降临, 如阿茂所料, 他再次来拜托了, 并且迫切希望他这次不能再拒绝, 小两口对视的眼神就知道这次稳了, 而风川这次要求阿茂, 创作出一部比电视机还要有冲击性的漫画, 现在孩子们最爱的是电视, 那就做一部超越电视的作品, 把所有孩子的视线一下专注到漫画上, 这次阿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只让风川给自己五天时间, 到时他给风川一个结果, 其实风川这次给阿茂的漫画就是一个挑战书, 如果阿茂完成了, 那就意味着他有这个实力, 不能完成他便会放弃阿茂, 毕竟现在已经是这个社的总编辑, 他是拿自己的前途在做赌注, 而阿茂何尝不明白风川的用意, 但他并未跟妻子名言这次的压力, 只是在第二天跟圣二聊起来时, 圣二说这是明摆着的挑战书, 而阿茂这次挑战的是全国四十万的少年读者, 这话让美芝深吸了一口气, 他才明白丈夫顶了多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 回家以后, 他看见丈夫为了创作, 在那抠破头皮地想, 瞬间觉得自己很是无用, 过了一会儿, 阿茂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让美芝把家里所有的钱拿出来, 接着就走出了家门, 他第一时间就奔向了当铺, 然后掏出所有积蓄, 接着, 阿茂就喜提一台电视机走了出来, 可是电视机比他想象的沉, 一只手根本拿不回家, 正在看有没有谁能帮一把时, 就在路边捡了一个闲人, 于是客夫帮忙把电视机抬回了家, 从电视机打开的那刻, 阿茂就开始什么也听不进去, 注意力都在这台电视上, 即使可爱的男子在身边打扰他都会制止, 原来阿茂是想知道电视机的魅力何在, 能把所有大人小孩都吸引, 那他如果想创作出超越电视机的漫画, 就更要了解其中魅力所在, 终于, 在一档深夜节目中, 阿茂突然看见自己进入了电视机, 他的灵感从那刻迸发出来, 这声尖叫吓到了美之, 他赶紧下楼查看, 就看见丈夫在客厅里转悠, 接着就在纸上画出了那个动漫形象, 可以自由进出电视机的小孩, 不管吃的喝的想要什么, 都可以从电视机里拿出来, 就在这晚, 电视君这个动漫形象诞生, 五天后, 冯川如约来到了阿茂家里, 看见阿茂构思的科幻漫画, 一下被内容吸引, 他觉得电视君会成为孩子们的明星, 阿茂虽然满意自己的构思, 但觉得还缺点什么, 这时可爱的男子跑了过来偷拿点心纸, 美之在一旁阻拦时, 阿茂突然想到了什么, 原来电视君缺一个可爱的模样, 于是就在几千张的图画中, 新的电视君形象诞生, 当美之看见这个形象时, 瞬间被电视君呆萌的形象吸引, 突然他好像能看见那个孩子, 从电视机里走了出来, 这个小小的漫画君的诞生, 一下改变了这个家的生活, 他们很快就收到了稿费, 在收到第一笔钱时, 美之就傻眼了, 简直不敢相信, 只是一本漫画就收到如此之多, 他以为银行打错了, 准备钱去归还, 这话逗笑了丈夫, 阿茂告诉妻子, 现在的收入才是一个漫画家正常收入, 以前的出租漫画, 那就不是人的稿费, 靠那个永远喝西北风, 听到这话, 美之也就安心了下来, 随着生活的好转, 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话, 母女俩就跟望夫石一样守在旁边, 阿茂搞不懂这母女俩在干什么, 妻子却说, 听说家里的第一通电话尤为重要, 如果接不上就会不吉利, 阿茂看似不在乎, 但在第一通电话打进来时, 一家人激动得手足无措, 刚刚接起来以为是风川, 第一通居然是打错了, 第二通紧接而来, 可还是要点冷面, 原来这电话之前是拉面馆在用, 直到第三通进来, 美之大声的说这里不是拉面馆, 对面传来了风川的声音, 而这次的电话, 也是正式邀请阿茂启动鬼太郎漫画, 傍晚, 客服这个臭嘴说, 如果还能做鬼太郎, 怕会跟以前一样凉啊, 阿茂可能再次恢复以前的穷生活, 可深二不这么认为,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 所有的东西都太明媚, 正是缺少鬼太郎这样的暗制力量的时候, 而且鬼太郎有一种奇迹般的生命力, 从最开始的连环话剧, 到后来的妖怪传, 再到墓地鬼太郎, 已经演变了好几代, 每次濒临绝望又再次复活, 这才是真正的不死之身, 出版社这边, 现在面临销售业绩垫底, 但风川说, 自己一定会把它变成业绩第一, 甚至超越之前所有记录, 也就是有风川的背负, 大家在某天夜里, 陆续接到一些读者回信, 而他直接把这些来信, 拿到了阿茂面前, 阿茂说, 自己不用看了, 肯定又是阴读不堪入目这些词, 自己早已习惯这些评价, 可风川说, 这次恰恰相反, 全是想看后续的读者, 甚至还有人想买以前的连载, 风川说, 虽然是少数人, 但如果给鬼太郎做个完美变身, 那将迎来空前的盛况, 风川现在不管读者怎么想, 鬼太郎的连载必须开始上线, 阿茂这次添加了鼠男的角色, 就是今天客夫的演变, 一个最像人的角色, 还有一个就是眼球老爹, 长相奇怪, 却是用命在保护鬼太郎的人, 就是这一番介绍, 让风川激动了起来, 这样的发展形势下去, 他们将要登上更大的舞台了, 也就是在这天, 阿茂硬气地拿出之前所有当票, 曾经有多穷, 今日的阿茂就有多豪气, 他将当掉的东西全部输出, 拉回了整整一车, 而美之的嫁妆也回到了他的手上, 这一次他们完全翻身了, 两人还在感慨曾经走过的那些灰暗日子, 这时阿茂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他的电视军拿了漫画大奖, 邀请他前去参加颁奖典礼, 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老家, 阿茂的父母高兴地在家举国同情, 母亲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自己的儿子终于熬出头了, 父亲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做父母的谁不心疼这么努力的儿子, 当暴躁的父亲也得知这个消息时, 他激动地在家踱步, 他想到女儿曾经如此相信自己的丈夫会成功的眼神, 知道女儿这个家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 就连憨憨的圣二接完电话也哭成了泪人。 阿茂的生活终于富裕了起来, 而这时打开柜子, 却发现此刻的穷神很瘦小, 穷神仓皇而逃, 阿茂紧跟着穷神跑了出去, 终于穷神从这家走了, 他挥手告别, 两人在那也长舒了一口气, 望着漫天星辰, 今日的他们再也不是连电费都交不起的人, 这个家终于摆脱了贫困的生活。 美芝给丈夫打着领带, 当初在娘家学习打领带的技术也已经生疏, 自从来到这个家里, 丈夫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自己也就没有机会展现, 反反复复复最后终于弄好了, 送丈夫出了门, 今日的阿茂是美芝继相亲之后, 再次看见丈夫颜值巅峰的一面, 不由就露出了花痴响, 阿茂也终于走向了成功的讲台, 他非常感谢出版社能给自己这么大的殊荣, 他已经画了太久的出租漫画, 为了今天他下了太多的功夫, 今后他还会带来更多的作品展现给大家, 颁奖结束后他就被记者包围了, 阿茂身边的这些人说的甚至比他更高兴, 就像申泽说的, 一个人的能量储存到极致, 也该是释放展露的时候了, 43岁的阿茂终于迎来了这场迟来的开始, 美芝在家想着丈夫今日肯定不回来吃饭, 但自己还是做了一大桌丈夫爱吃的菜, 就在他苦闷间, 阿茂从家门走了进来, 坐下就说, 还是妻子做的饭好吃, 看着丈夫吃的如此香甜, 美芝心里美滋滋的, 也许这就是她作为妻子的使命, 她要的从来不是她的成功, 只是丈夫的健康开心, 晚饭后, 丈夫又埋头在房里画了起来, 美芝望着丈夫那间关闭的门流下了眼泪, 她比谁都明白, 今天阿茂的成功是曾经经历了多少次的汗水, 多少次的迷茫才换来今天的荣耀, 而成功的开始, 也有很多烦恼, 例如眼前这些奇葩, 这个打扮奇特的男子, 拿着吉他展现了一段才艺, 但阿茂要的只是他画的如何, 一看画的简直不敢苟同, 而下一个, 不知道的还以为要选健美冠军, 问他会画画吗, 他说自己就是个货车司机, 夫妻俩都快无语死了, 现在因为漫画火爆, 他们急需招聘会画漫画的助手, 可这些都是什么神仙, 随着工作不断的递进, 阿茂也从不拒绝, 就连美芝都开始有点担忧, 这时又来了一个应聘者, 两人高兴的跑出去迎接, 再一看这货呆若目击, 走路都不稳, 画的简直就是小学生的画作, 还说自己的作品快跟水木一个级别, 阿茂也只能说一句, 那你好好努力, 但是助手肯定不能要你, 现在只能临时美芝前来帮忙, 可是刚刚没话多久, 我们的蓝子在一旁喊着要吃饭, 催稿的人也让阿茂赶紧交稿, 家里开始变得异常的忙乱, 稿是交了, 可最后阿茂瘫倒在了地上, 穷时真的穷, 富的时候财身都挡不住, 这不家门口又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 美芝以为是坏人, 再看一人拍了他肩膀, 吓得他赶紧把蓝子抱在了怀里, 直到风川叫了一声, 美芝这才意识到, 这个人跟风川是一伙的, 虽然闹了个乌龙, 但这人是专门拍电影的, 此次前来特意想跟阿茂谈谈, 把鬼太郎搬上荧幕, 而且由真人出演, 这次前来只是想让阿茂做一个决断, 是要做成电视剧还是电影, 电影成功的几率很高, 立马现在就可以实行, 而电视剧就比较麻烦, 需要拉赞助, 拍摄起来也会很麻烦, 但是各有各的立场, 就看阿茂如何选择, 阿茂经过一番深思后, 美芝从来都不敢想, 鬼太郎竟然要登上电视了, 这种突然的大转变, 让美芝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是真的, 但他还是很好奇问丈夫, 为什么当时选择电视剧不选电影, 阿茂的父亲那么喜欢电影, 他想着怎么着也应该会选择电影, 可阿茂说, 因为电影的时间太短, 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事情, 电视剧可以保障他们长久的温饱生活, 他现在穷怕了, 不敢有一丝丝懈怠, 即使今天有了一点名气, 也不能忘了曾经吃过的苦, 就算再忙再累, 也要好好努力, 机会在面前的时候, 才更应该拿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 让他留在身边, 现在的日子是越来越忙, 阿茂还是有时候会骑车去墓地转转, 他实在不习惯被人追着的生活, 有时候会给催稿的人来个大逃亡, 美芝也忙的要去送稿, 最后催稿人就成为了这个家的保姆, 负责看管起了我们可爱的男子, 阿茂这天在墓地, 发现了一个天赋一禀的漫画人, 那人手下的画作也是出奇的细致精美, 但却因为无人接纳现在处于失业状态, 那可阿茂感觉到了, 那个人身上吹来的希望之风, 美芝给申泽前来送稿, 申泽顺便提议, 水木漫画也该是成立制作公司的时候了, 随着名气增大, 该有自己独立的制作公司才是不如正轨, 美芝听到这些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时申泽给阿茂找的助手也已经进门, 此人叫苍田, 美芝很快就把他带回了家, 走到家门时, 苍田望着这桩房子出了身, 美芝以为他是觉得家里太破烂不堪, 苍田却说, 这房子简直太神奇了, 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是自己的荣幸, 也许漫画家的脑回路都很奇怪, 进门以后才让美芝大吃一惊, 那个画小学生漫画的又来了, 阿茂把那个寺庙野人也带了回来, 这些人立马进入了工作状态, 苍田君一看到画, 眼睛里是熊熊大火, 这个家突然一下涌入了很多奇怪的人, 这个小学生漫画的人怎么敢都赶不走, 非要阿茂留下自己, 可画又不能让他画, 为了不让纠缠, 阿茂只能让他拿个橡皮去擦画, 晚上吃饭的时候, 阿茂才了解到大家其实都不容易, 苍田曾经为了创作每日都要工作, 还在集体大通铺上点着手电筒创作, 就算是夏天他也如此, 终于他也算是得到了深泽的欣赏, 阿茂说这才是真的喜欢漫画这件事, 问到这个憨憨时, 他感动的边哭边说自己叫木, 家里是晒干葫芦的, 阿茂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这货果然是和和漫画一点关系没有, 这时野人终于洗澡出来, 样子实在没人感人, 的确是大变身, 此人叫小枫, 也是特别喜欢漫画, 家里面一下就多了三个助手, 让大家都轻松了很多, 这天, 加纳来帮阿茂走创办公司的流程, 发起人必须是七位, 美知算一位, 也希望他将来出任会计, 美知虽然很迷茫, 但心里也暗暗高兴了一下, 可这时电视制作人上门, 告知阿茂电视这件事情需要时日, 现在都觉得鬼太郎有点恐怖, 所以操作起来确实棘手, 阿茂说, 在自己的预料之中, 慢慢来吧, 总会有办法, 毕竟, 现在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客夫埋怨阿茂, 为什么不要自己, 现在大家都有事干, 唯独自己这个天才, 没有一席之地, 顺便让美知看看他, 是不是又英俊又有才, 美知突然说好恶心, 然后就跑向了厕所, 阿茂紧张地追了上去, 看妻子是不是吃坏了东西, 美知说可能得去趟医院了, 也许第二个孩子要来了, 最后经过确认, 美知确实怀了二胎, 这个家又要迎来新的成员, 美知为了能帮上丈夫, 开始学习关于会计的各种技能, 可还没高兴太久, 这个哥哥嫂子又来了, 阿茂的公司需要发起人, 他拜托哥哥来挂个名, 可哥哥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自己媳妇现在闲着没有收入, 看阿茂能不能安排一个职位, 阿茂想了想, 嫂子之前干过会计, 那就让干会计吧, 这把刚刚还学习准备当会计的人, 晾在了一边, 我们可怜的美知又再次没有上岗就失业了, 可他从没有怨言, 阿茂的公司终于成立了, 特意叫妻子一起来挂上属于他们的招牌, 这个牌子还是当年客夫送来的, 虽然当时被骗的招来了警察, 但好歹还有块招牌能使用, 今天也算是派上了用场, 这晚家里全是来祝贺的人, 这个家从未像现在这般热闹过, 圣二也来了, 又给夫妻俩带来了香蕉礼物, 阿茂觉得抱歉, 这段日子没有顾上圣二, 本想跟他坐下好好聊聊, 可当圣二正想开口时, 阿茂就被里面的人拉去喝酒了, 看着今时不同往日的阿茂家里, 圣二没有选择进门, 只有美芝发现席间没有圣二, 于是出门前去寻找, 却发现他一人在门口坐着, 美芝邀请他进去, 圣二却说这里挺好, 里面人太多了, 坐在这里就能让他想起当年的那个下午, 美芝坐在门口发呆, 为了丈夫当时的努力不甘哭泣, 但也坚信阿茂会成功, 美芝却说, 其实一直坚信阿茂会成功的是圣二, 在那个当时谁也不认同的时候, 只有圣二永远站在阿茂的身边立挺, 圣二笑着说, 阿茂之所以成功, 离不开圣二一直的坚信, 也更离不开美芝背后的默默付出, 这二人其实是他最扎实的左右手, 可随着工作越来越多, 家里人也多, 工作环境的嘈杂让阿茂很郁闷, 但家里现在确实面临这样的窘迫, 于是这天夜里, 阿茂设计了装修图纸, 第二天就找人前来动工, 这回为了改建, 他又再次燃烧了起来, 改建工程也飞速进展, 这天大家在改建好的门口留念合影, 虽然这个憨憨永远不靠谱, 好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看见现在的厨房, 美之心里还心有余悸, 当年的生活开柜子就跟开盲盒一样, 一开就是失望, 哪敢想今天的好日子, 说话间, 阿茂笑着走了进来, 因为现在人多平常都点外卖, 这次阿茂向妻子撒娇要吃饺子, 说外面的太小, 没有妻子做的又大又好吃, 就在丈夫离开捂着肩膀的那刻, 美之担心起丈夫的身体, 现在工作量太大, 阿茂为了不重蹈曾经的穷苦生活, 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 着实有点让人担忧, 美之现在也是怀着孩子在操劳, 要不说还是父母最心疼自己儿女, 父亲看着家里生活越来越好, 现在又有了二胎, 母亲觉得还是要找人照顾一下女儿, 不然女儿那个隐忍的性格又得吃苦, 母亲自己前去照顾, 可父亲阻拦了, 毕竟一个长辈在那里生活会让大家都不自在, 于是经过商议之后, 美之的妹妹被派来帮忙, 全美的到来还真给美之一下减轻了好多负担, 但也引来了不少追求者, 例如此时面前憨憨的丽木, 看见全美就紧张到不行, 还有这个催稿人, 看见全美眼睛都快跟着跑了, 完全不隐藏自己的感情, 而这时又有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恶魔君终于又要上线了, 曾经把他写死是大家的遗憾, 今日风川再次提议, 又要把他搬回大家的视线, 但风川说阿茂拒绝了, 这让美之很疑惑, 夜晚美之问丈夫为何不让恶魔君回来, 丈夫说曾经画恶魔君是在发泄自己贫困的痛苦, 那时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穷神, 因为愤怒而画下的漫画, 他怕出事不会被世人认可, 可能还会让他们再次陷入危机, 他不敢赌, 可美之不这么认为, 恶魔君曾经是为幸福战斗过的人, 最后却惨遭暗杀, 对这部作品不公平, 我们的生活都能变得好起来, 那恶魔君应该也能得到他应该有的幸福, 美之的话让阿茂若有所思, 于是他决定前往找慎二商量此事, 因为现在鬼太郎考虑不上电视, 但想把恶魔君搬上荧幕, 他不知道该不该赌上这一把, 毕竟曾经为这本书出力的是慎二, 所以特此来问问慎二的意见, 慎二经过一番思考后告知阿茂, 也就是慎二的肯定, 阿茂决定再次复活恶魔君, 可慎二直到最后, 也没有请求水木帮自己一帮, 妻子埋怨他为何不张口, 自己家也快倒闭了, 也许这就是男人的骨气, 而新的恶魔君即将诞生, 也将搬上荧幕, 就在不久之前, 阿茂才刚刚创作好这个角色, 恶魔君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少年, 大颜茂则是克夫的演变, 是一个又现实又奸诈的角色, 如果不是为了钱绝对不会行动的人, 也是里面唯一的大反派, 北村说现在的版面越来越精美了, 阿茂悄悄告诉他, 还是这几个助手厉害啊, 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 苍田君技术很好, 小枫很有艺术感, 可说到这个憨憨的丽木, 阿茂说这货就是点点点的好, 乍一看确实不错, 而现在的北村已经深深陷入了全美的魅力当中, 借着喜欢篮子为由, 即便交稿了还赖着不走, 每只纳闷, 以前让他看孩子要他命, 现在说他喜欢跟篮子玩, 眼神却寸步不离全美, 美之纳闷时, 丽木也出现了, 两个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丽木质问北村, 为何还不离开, 北村看着全美说, 拜拜, 丽木不服气, 他来这套, 然后悄悄告诉美之, 北村这家伙目的不纯, 他看上全美了, 这话一下让美之恍然大悟, 刚告完状的丽木, 赶紧趁机就去亲近全美了, 看来这两人都想当美之的妹夫, 过了几天, 冯川和电视人两人跑着进了阿茂家, 气喘吁吁的告诉美之, 恶魔君这次真的要上电视了, 日子就定在三天以后上映, 大家终于期盼到了这天, 因为水木现在名声大噪, 冯川的业绩也是越来越高, 今年预计将突破一百万本画册, 相当于五个富士山高, 这就意味着这个家会附到流油, 再加上电视上映, 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吃穿用, 而另一边, 迦娜把阿茂的画稿也拿了过来, 顺便告诉申泽, 现在阿茂的漫画将要上电视了, 这就意味着即将要刮起一股水木妖怪风潮, 他们也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 可申泽阻拦了, 甚至决定在阿茂电视上映前停稿, 让阿茂好好休息一下, 他不想阿茂太累, 而他更不会拿阿茂炒作挣钱, 也不想有这样的依赖, 因为是旧时, 阿茂不嫌搞费低, 还在给他们递稿, 这已经很知足了, 他不需要讲什么商业主义, 只想做一只自由的小鸟, 迦娜沉默了, 他不知道如果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这天, 阿茂帮恶魔君写了片头曲, 可内心还是怕他不行, 反复在研究改稿, 每只看丈夫紧张的状态, 于是帮他按摩肩膀, 也告诉丈夫, 熬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 一定会成功的, 虽然这么安慰丈夫, 但他的心比丈夫更忐忑, 方英的日子终于来了, 今天的阿茂不像往常淡定, 心里着急的在等时间, 就连美智子大姐都寄来邮件, 说自己今晚会在电视前守候, 而我们的大哥和嫂子, 今晚也来了阿茂家, 哥哥炫耀的说, 自己最近在公司, 真是太有面子了, 逢人就说自己弟弟是水木帽, 要哥以前自己真不好意思往外说呀, 就在几人说话间, 怒婆婆和坑爹也赶了过来, 此次前来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全员已经到齐, 大家都蹲在电视机旁, 每只娘家人也是聚在一起, 不允许发出一点声音, 而漫画童居人也带着孩子在电视前看着, 还有阿茂的粉丝郑志, 片段演完, 当看见水木帽几个字时, 全家人激动的呐喊, 母亲更是泪流不止, 自己的儿子曾经受了多少委屈, 才有今天, 终于迎来了这客, 上天从来不会辜负一个在奔跑的孩子, 大家要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时, 美之却发现丈夫不见了, 他走到工作室, 原来阿茂在跟圣二通话, 圣二说真的很好看, 但接下来的话却让圣二泪目, 妻子不知道丈夫怎么了, 就赶紧上前追问阿茂说了什么, 那一夜, 圣二知道阿茂从未忘记自己, 而阿茂更是泪流满面, 就连每一支都感动的落下了眼泪, 他明白这其中的艰辛, 更明白丈夫对于圣二, 以及这本漫画的感情, 成功的路上有圣二这样的朋友, 阿茂直了, 这家人的演技, 感觉是不想上班的你, 坑爹在这教儿子如何演艺感冒请假, 口中带老坛, 接着让光男试试, 这孩子的演技, 着实让父亲不满意, 两人在那儿一顿演练, 这家男人果然奇葩呀, 早晨吃饭的时候, 仍然不见阿茂起床, 父母说, 从小就这样, 上学没有一次按时打卡成功过, 一直都是睡到自然醒, 数学一直是零分, 可小学就办展览会, 并且被采访上新闻, 当时被誉为少年天才漫画家出现, 想想阿茂平时在家人面前的样子,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天才, 正说阿茂的时候, 他顶个鸡窝头走了进来, 看见他这个样子, 瞬间母亲补了一句, 惹得旁桌的全美哈哈大笑, 家人愉快的早餐过后, 怒婆婆和坑爹来到阿茂的工作室, 首先看见大儿媳教育了一通, 让他拿出一百二的努力感, 不要因为是自家的公司, 就在这混日子, 接着母亲向全公司拜别, 接着父亲就和光南准备离开, 为了不耽误儿子工作, 他们让阿茂赶紧去忙, 只剩下每只想送送公婆, 也被拒绝了, 婆婆让美芝一定注意好身体, 希望来年再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说完准备离开的时候, 美芝叫住了公公, 然后拿了一笔钱交给他, 听说父母的电视已经不能看, 才跑到东京, 阿茂特意让转交给父母, 再去买台新电视, 公公却说那都是骗人的, 电视机从未坏过, 只是怒婆婆找了个借口, 想陪阿茂见证她的成功, 这让美芝觉得婆婆从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但公公还是收下了那笔钱离开了, 恶魔君的电视剧从上映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成了当下最有人气的电视, 而少年Jump杂志也因此真的突破了一百步, 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天是圣诞节, 也是蓝子小可爱的生日, 此时艺人正在偷偷谋话如何约全美出门, 正在门口演练时, 就被我们蓝子小可爱活捉了, 这时美芝走了出来, 弄得栗木慌了神, 美芝问她在这干嘛, 可爱的蓝子说, 这货在给她送礼物呢, 正尴尬的不知如何解释时, 全美跳了出来, 她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给蓝子的礼物, 接着飞速地离开了, 美芝怎么看都不对劲, 这个交响乐团的礼物, 貌似不太适合蓝子这么小的孩子吧, 全美这才提醒姐姐, 这是自己的礼物, 就在全美和蓝子装饰圣诞树的时候, 美芝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瞬间觉得肚子开始震痛, 还是蓝子第一时间发现妈妈的不对劲, 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 美芝的这个孩子再次在圣诞的前夜要诞生, 这是何等的巧合, 因为阿茂今天要交稿不能前去, 可这次因为孩子胎位不正, 必须剖腹产, 全美特意交代今天是蓝子的生日, 让阿茂一定记得陪孩子过, 礼物她也已经买好了, 交代完她就赶紧去看姐姐, 现在阿茂也是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出版社的人前来催稿, 孩子也无人看管, 她只能拼命地赶搞, 内心又十分担心妻子, 夜里就传来美芝安全生产的消息, 阿茂内心松了一口气, 可她觉得真的很惭愧, 甚至掉下了眼泪, 因为话漫话, 妻子替她背负了太多, 第二天, 全美先回到了家里, 发现蓝子没在, 就去工作室, 看见孩子在那睡着了, 桌子上一片狼藉, 再看看, 姐夫连生日礼物都没有给孩子, 她只能陪蓝子完成她的生日礼, 当看见圣诞树上的画, 全美瞬间泪目, 原来蓝子小小年纪, 一直担心妈妈, 这时, 苍田走了进来, 告诉她, 昨天大家实在太忙了, 好在夫人没事真是万事大吉, 全美把她拉到一边, 她实在忍不住指责阿茂, 就算再忙也要去医院看看姐姐呀, 连女儿的生日也忽略, 她实在不明白, 工作比家人还重要吗, 苍田告诉她, 漫画这件事本身与普通工作不一样, 交稿晚就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 阿茂是拼命在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这样, 她就没法在漫画界生存, 两人在争吵时, 蓝子不小心被暖炉烫伤了, 阿茂听见, 赶了过来, 看见女儿这样, 她准备带着前往医院, 就在全美说叫车时, 阿茂说, 有等车的时间她都跑到了, 于是, 阿茂带着孩子跑到了医院, 孩子也及时得到了救治, 而我们的美芝何时回家呢, 美芝这次有惊无险的生下了二胎女儿, 因为胎尾不正是剖妇产, 所以这次在医院待的时间久了点, 这天貌似是妻女回来的日子, 阿茂总是心不在焉, 听见门外车鸣的声音, 阿茂就立刻站起身来, 她知道妻子回来了, 却又假装淡定的坐了下来, 美芝抱着孩子进了门, 阿茂立马冲了出去, 稳步地走在了妻子面前, 看着可爱的另外一个女儿, 阿茂再次露出满足的笑容, 美芝看见孩子受伤的手背, 她心疼地抓住了孩子的手, 也许做父母的都是宁愿伤在自己身上, 全美走过来向姐姐道歉, 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兰子受了伤, 美芝安慰妹妹, 这从来都不是她的错, 看见全美哭泣, 暖心的兰子问是不是肚子痛才会哭, 一下打破了这个伤心的氛围, 因为美芝上次住院和兰子的受伤, 阿茂果断地买了一辆车, 她不想因为自己让妻女受委屈, 全美更加懂得这个断臂姐夫, 对这个家的爱意, 表面看似只有工作, 却是在拼命地守护自己的姐姐和孩子, 这夜, 美芝刚走到父亲跟前时, 阿茂让她赶紧坐下, 自己有一个好消息宣布, 因为恶魔君的评价很好, 所以在电视上会继续上映, 这也就意味着美芝期望的复活变成了现实, 美芝不想打扰丈夫工作, 准备离开时, 阿茂却叫住了她, 原来是孩子的名字她早已想好, 二女儿叫喜子, 寓意着这将是一个欢乐的孩子, 不过这孩子以后确实欢乐, 也将是一个低配版的阿茂, 大家期待吧, 这晚是夫妻俩久违的二人世界, 两人已经很久没有如此优先的说话, 过了一段时间, 你看看这个可爱的女人在干什么, 脚踩纸油门刹车, 手拿锅盖当方向盘在学车, 还一边看书一边操作, 这让美芝陷入了小小的尴尬, 因为她想考驾照, 自己又得看孩子, 于是就在家用这种方式勤家练习, 那之后隔了好久, 风川上门必有好事, 这次特地邀请阿茂为鬼太郎写歌, 虽然还不能上电视, 但有个人气漫画歌曲大赛奖, 如果阿茂这次能成功入围, 那也就意味着鬼太郎会和当年的阿童木一样, 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品, 北村现在就像驻扎在了后厨, 有什么小道消息, 第一时间给全美报告, 这让丽木很不服气, 立马前来赶人, 这对情敌见面依旧火药味十足, 而全美好像对他们都不感兴趣, 这事却引起了美芝的关注, 他告诉妹妹这两个人都在关注全美, 妹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毕竟都是工作的人, 不要做出太出格的事, 但全美说受欢迎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可美芝还是担心, 晚上, 丽木这个憨憨就把苍田 约到了咖啡厅, 告知他, 北村这家伙现在盯上了全美, 这让苍田稍稍有点慌张, 这货又说自己也看上了全美, 而且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苍田君一听, 这对手满天下呀, 原来苍田也在不经意间看上全美了, 就在立木问他自己该怎么办时, 立木觉得这样说自己太绝了吧, 可苍田其实说的自己, 他觉得如果是他, 一定会先拿出成绩, 再去给这个女孩幸福, 说着说着, 他觉得自己好凌乱, 与其想这些没用的, 不如赶紧去多画画吧, 也许啊, 自己还有机会, 这几个人的小情爱演变得愈发激烈, 从来没有出错的苍田, 这次因为恍惚漫画上出了错误, 而且稿子已经上交, 最后还是全美前去送往出版社重新印刷, 这个小可爱还在撩苍田, 弄得苍田心里愧疚不止, 他向阿茂道歉, 阿茂并没有太在意, 一切都是知错能改就好, 全美在出版社转了一圈, 看见别人上进努力的工作, 回来以后, 就一直想着自己也能去工作该多好, 美芝说家里人已经给他安排好相亲, 准备让他回去, 自己也不想耽误妹妹错过好姻缘, 但这次全美说的话, 让美芝大吃一惊, 这话就像一根刺一样刺痛了美芝, 他觉得妹妹说的那些话堵在心里, 让他很不好受, 本想找丈夫聊聊此事如何处理, 可阿茂的心思完全在创作上, 他又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 这些事情堆积在一起, 到底要如何解决, 少男少女的恋爱最是纠结, 一个想给对方最好的安全感, 奈何自己的事业现在无果, 一个只想要他一句挽留, 可这个偏偏不说, 最后还是全美拦下了要走的苍田, 虽未言明, 但只说我要的礼物, 你为何迟迟不给, 自己可能就要离开了, 而且家里已经给他安排了相亲, 本以为这样可以逼迫苍田说出自己的想法, 但他还是没有说出口, 只说他会送离别的贺礼, 这一下击碎了全美的幻想, 他难过的走开了, 美之问他发生了什么, 全美只是说了一句没什么, 转身离开了, 而苍田正后悔, 自己为什么说不出口, 这时美之开门就看见了他, 于是他懂了, 原来自己妹妹喜欢的是苍田, 全美伤心的在房间大哭, 他美好的恋爱还没有开始啊, 就感觉结束了, 几天后, 同居人钟森上门来拜访, 此次特意前来看看阿茂夫妻俩, 虽然当初因为家庭放弃了自己最爱的漫画, 但他现在的生活过得也不错, 跟媳妇独立做室内装饰, 日子也算过得平稳, 只是可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动笔, 正在闲聊时, 催搞的又让阿茂赶紧去忙, 于是阿茂只能先去赶搞, 钟森说自己都不敢想, 阿茂能有今天的成就, 现在漫画畅销成这样, 想想以前真是苦, 自己经常半夜下来上厕所, 总是看见阿茂和美芝坐在一起赶工, 那笔头刷刷的声音至今回忆颇深, 美芝说不仅是自己, 那时钟森也好不容易, 交稿要跑去那么远, 回来没车费还差点走断腿, 大家都面临着绝望, 每天都跟穷困做斗争, 钟森觉得阿茂今天能成功, 美芝起了重要性作用, 那段看不到光明如同深渊的日子, 正是美芝带着阿茂穿越了出来, 钟森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这些曾经的伙伴虽然不在一个战线, 但大家都希望彼此过得更好, 从钟森口中全美才知道姐姐以前过得多不容易, 为自己那天的失言道歉, 换做自己的话早跑回娘娘了, 美芝告诉妹妹自己没有选择, 但她觉得都不是坏事, 以前她看着丈夫在自己身边画画, 只要听到笔头的声音, 看见丈夫的身影, 她总是满满的幸福感, 也感觉自己是在跟丈夫一起努力奋斗, 现在反而有些寂寞, 常常看不见丈夫, 就在这时客夫来了, 说自己听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深则那个穷困潦倒的杂志, 要跟一家龙头杂志社合并了, 这将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 自己一定要攀上这层关系, 问美芝不知道这是吗? 美芝想想, 丈夫确实没有跟自己说, 客夫直接一句, 这让美芝心惊了一下, 想着是时候该好好说说话了, 要不说夫妻间心有灵犀, 这夜阿茂就找了美芝, 还说自己创作出了鬼太郎的歌曲, 刚刚写好, 想让美芝第一个看, 女人就是好哄, 瞬间那些杂乱的思绪全无, 觉得自己又是幸福满满, 大家坐在一起, 欣赏这首鬼太郎之歌, 这首歌曲很快就被大家传唱, 因为歌曲电视上映也得到了认可, 但有一样东西现在不过审, 就是牧场鬼太郎这个名字不好, 说是不吉利的象征, 因此啊, 风川提议让改个名字, 于是这天下午大家想破了脑袋, 感觉都没有什么冲击性, 准备回去时, 却听到蓝子在唱鬼太郎的歌曲, 这一下提点到了风川, 他在想, 漫画里面的虫子好像经常也是怪怪怪,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阿茂这才解释, 这是自己小时候的名字, 因为自己不会说帽, 就叫成了怪怪, 所以同学们都叫自己怪怪, 风川一下子灵光来了, 那直接叫怪怪怪的鬼太郎不就好了吗, 这样这个名字也就包含了阿茂, 当晚, 申泽浑身是伤的走了进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美芝给简单处理完伤口后才得知, 申泽合并的事情已经告吹了, 当时答应是想给更多年轻人机会, 自己再也不用为钱而犯愁, 可这家公司真的很现实, 启用漫画的作者都是当下的人气漫画作者, 那些有潜力但还未出名的根本不考虑, 这一行为遭到了深则的反感, 她的梦想就是给予更多年轻漫画创作者机会, 如果只看中人气漫画家, 那她根本没必要答应, 于是她就拒绝了, 可迦纳就在她拒绝时也离开了她, 她没有阻拦, 自己去苦闷喝酒, 听到一帮人谈论漫画, 说看漫画的都是傻瓜, 各种言辞讽刺属实难听, 即使有服务员过来提醒, 这些人依旧如此, 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申泽再也忍不住跟人打了起来, 现在的她已经一无所有, 这时阿茂说话了, 曾为申泽是阿茂的贵人, 如今阿茂也是申泽梦想的基石, 事后全美不理解, 迦纳为何如此现实, 怎能抛下申泽自己就走了, 每只纠正妹妹, 迦纳是一个靠生活活下去的女人, 能让她今天扔掉自己重要的东西, 也许是有苦衷的, 但她相信迦纳一点, 她是深爱申泽这个人, 她的眼神从未离开她的身上, 两人都彼此喜欢, 可能走到今天, 只是因为有太多痛苦的回忆, 小小少女总是在送茶水的空档, 偷偷望着苍田, 她喜欢这个人的认真, 可能就像姐姐喜欢姐夫一样, 美芝终于拿到了家照, 就在高兴时, 全美也提出自己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姐姐说, 你喜欢苍田这件事没有关系吗? 这次全美的回答却让姐姐意外, 既然喜欢, 就让她好好发展事业, 自己更不应该成为她的累赘, 不然苍田不会成为阿茂, 而自己也会努力成为姐姐这样的女人, 离开她那天, 也接到一个好消息, 鬼太郎正式上映电视了, 大家在这个喜忧参半的日子里送别全美, 刚刚出门, 苍田就赶了过来, 她给了全美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那是她内心所有想表达的感情, 全美打开一看才明白, 苍田也喜欢自己, 那是第一次她接触苍田穿的红色毛衣, 她明白, 那时两人的感情就建立了联系, 而这两人的喜欢只会成为彼此的动力, 昭和43年1月, 怪怪怪的鬼太郎开始电视放送, 跟阿茂的主题曲一起火遍大街小巷, 这时每只听到的都是小孩, 唱着阿茂的动漫歌曲, 不仅如此, 就连大人都觉得这首歌, 成为他们一种向往的生活, 随着现在的热度, 阿茂的工作确实越来越忙, 就连光男都来帮忙, 成了阿茂的经纪人, 采访的人也蜂拥而至, 这日, 三兄弟在客厅里聚首, 表情相当凝重的坐在那里, 每只回来看气氛不太对, 悄悄问兰子发生了什么, 兰子说自己也不知道, 只知道这叫三方会谈, 阿茂把妻子叫了过去, 每只这才知道, 原来是公婆要来, 老两口觉得儿子孙子全在东京, 于是自己也想来东京小住, 为了不麻烦一方, 决定三个儿子家轮流住, 可大哥推辞自己家太小, 而且没法洗澡, 光男说自己家更小, 而且自己和媳妇已经很累了, 大哥说那只有阿茂这里合适了, 阿茂觉得不太妥, 大哥说让你办这事肯定不行, 还是得美之来, 这小算盘打了贼溜, 正说着催稿的人来了, 这事儿就先搁置了下来, 夜晚, 阿茂在画画时一直想这事, 虽然他怕父母会添乱, 还是觉得自己更应该努力, 争取再改建两间房子供父母住, 要不说这夫妻总能想到一起, 其实美之早有打算, 他明白婆婆的不义, 所以不想这时让老人无地可去, 次日苍田激动的跑了回来, 原来他得了漫画新人奖第一, 这样他也算是出道了, 这夜美之给大家做了一桌好菜, 来庆祝这件事, 同时阿茂宣布, 大家也是该好好离别的时候, 既然苍田已经走出来了, 也要专注自己的事业, 小枫也想辞职, 他当时就想做一个纸画画的旅人, 现在也该是实现的时候了, 只剩下一个憨憨的会点点的栗木, 大家都担心自己走了, 那么多稿子怎么办, 阿茂说打个广告找人就行, 大家都努力向前才是根本, 这是从公司成立以来, 所有伙伴分别的夜晚, 而他们也将迎来各自新的旅程, 年后房子改建好了, 父母也前来小住, 怪怪怪的鬼太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现在年龄接近50岁的阿茂, 一天到晚都是在工作, 就像被忙碌妖妇体似的, 而我们可爱的习仔, 简直就是父亲的小迷妹, 天天在家里蹲守, 最新漫画出稿, 他唯一敢欺负的人就是栗木, 这小家伙有点搞怪, 看见栗木想站起来时, 他一抱腿, 直接把栗木放翻在地, 阿茂进来看见这情况, 就问发生了什么, 最后习仔哭着找妈妈说, 父亲凶他, 美芝无奈地说, 谁让你天天跑工作室, 为了哄好这个搞怪少女, 美芝特意做好鬼太郎的外套送给女儿, 五岁的习仔现在是幼儿园大班的前辈, 而蓝子则是四年级的小学生, 他跟妈妈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蓝子最不开心的就是爸爸是漫画家这件事, 可偏偏母亲填联系布时, 写了漫画家这一栏, 整个班上所有小朋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并开始讽刺他爸爸, 肯定是个不入流的漫画家, 他不敢说自己父亲是水木帽, 所以只能忍受别人的嘲讽, 可偏偏就有几个讨厌的小男孩跟踪蓝子来到家门口, 这下大家知道了画鬼太郎的水木帽, 虽然如此, 但蓝子是最懂父亲的人, 也是最像母亲的人, 总是在妹妹打搅阿茂时, 不让妹妹吵父亲看爆, 第二天, 刚刚进教室的蓝子就被同学包围了, 大家都喊着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名人, 所有同学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一向让他不知所措, 另一边, 冯川来到了阿茂家, 此次前来是向阿茂告别, 自己要去月刊当总编了, 而现在北村被升为主任, 大家都是因为鬼太郎的热脉沾光升官, 考虑到将来大家的事务繁忙, 特意派了一位小姐姐松川以后来交涉工作, 要不说点点这货命好, 刚刚还在偷瞄立幕, 一进来就跟松川搭上了话, 又启动了自己一见钟情的模式, 立幕带着小姐姐去交涉工作, 而风川告诉阿茂, 他最喜欢的还是少年周刊, 七年前当见到阿茂的那刻, 深深的被阿茂震撼, 这么多年, 他一直前进的动力就是阿茂曾经的背影, 让他走到了今天, 也算是阿茂成就了自己, 自己真的很感谢, 送走风川的时候, 坑爹刚好碰见他们, 老头就是眼尖, 瞬间看见美貌的松川, 赶紧上前问美芝, 刚才那个美女是谁, 儿媳告诉公公, 这个女孩是新来的负责人, 以后也将在这工作, 看来喜欢美女不分年龄, 我们的男子现在成了学校名人, 只要是课间就被同学关揽, 都在议论纷纷, 她是漫画家的女儿, 男同学嘲笑她爸爸是个骗子, 世间哪来的妖怪, 女同学又说她画画好是应该的, 自己父亲就是画漫画的, 这些嘈杂的声音, 让兰子在学校过得很不开心, 而这边, 习仔依旧调皮捣乱, 天天打扰阿茂的工作, 美芝说这算什么, 你女儿在学校才是高手, 人家上课她就不见了, 结果发现在外面荡秋千, 问习仔为什么下课不去, 听到这样的回答, 你觉得阿茂会教育女儿吗? 不, 果然是个好父亲, 美芝还说不过这父女俩, 最后都是以无奈告终, 兰子放学后争闷闷不乐, 他质问妈妈, 为什么要把爸爸的工作填在学校的表格上, 以前填的个体户不是挺好, 可美芝说你父亲本身就是漫画家, 这有什么不好的? 兰子说自己不喜欢, 美芝听了很难过, 她告诉女儿, 她的父亲当时不被人认可, 为了今天付出了很多努力, 她是个很了不起的父亲, 所以兰子不能否认这一切, 可能兰子天生就是像妈妈的性格, 也只好默认了这件事, 其实内心还是怕来自学校的言论, 这边兰子刚刚好了点, 习仔就来招惹姐姐, 躲在背后拿炸气球吓兰子, 接着两人就为此打了起来, 要不说恶人先告状, 习仔立马先告诉妈妈, 姐姐打扰她, 兰子解释说是妹妹先吓她, 撕坏了她的作业自己才动手的, 习仔见道理说不过去, 直接哭上了, 结果就是兰子受了一顿教育, 就因为她比妹妹大, 兰子一下冲美芝发起火来, 可美芝根本不知道兰子心里的苦, 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这样舒服的家规, 睡觉睡到自然醒, 如果美芝来叫孩子起床, 就会遭到阿茂的训斥, 她不允许自己可爱的女儿们整天睡不醒, 接着赶了一夜搞的她, 也就顺势躺下睡了, 结果就是兰子跟朋友的约定迟到了, 于是她埋怨妈妈为什么不叫自己, 美芝解释说因为她父亲从小就被迫起床, 现在又牺牲睡眠赶搞, 所以不想让自己孩子睡不醒, 可兰子说那都是父亲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要强加给自己, 再一听周末又要跟父母去商场, 她更加不开心, 自己的那个奇葩父亲从来不买东西, 每次就是逛自己喜欢的商场, 她不明白那有什么意义, 即使阿茂出来跟她说话, 她也不想搭理, 转身就离开了, 她实在搞不懂这个家, 觉得父亲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世界简直没法生存, 虽然阿茂不在意, 可美芝现在担忧了起来, 这个一直乖巧懂事的孩子, 到底怎么了, 美芝出门想买点东西, 就去杂货店转转, 却发现公共跟自己的闺蜜们聊得挺嗨, 还在外面偷说自己老婆的坏话, 弄得大家还同情上了老头, 纷纷向美芝打抱不平, 她对这家老小真是无可奈何, 出门后公共看见美芝不开心, 就问她出了什么事, 美芝才告诉公共, 现在孩子们的事弄得她焦头烂额, 公共就把她带到咖啡厅, 顺便跟她说习宰这个孩子很相貌, 只优先自己感兴趣的是, 不管世间规矩, 而且总是对没用的东西着迷, 很像傻瓜, 可这种孩子不用担心, 虽然是个傻瓜, 阿茂不也变成了天才漫画家, 孩子们就随他们去吧, 总会有办法的, 看似开导又好像没有开导的理论, 让美芝心情确实好了点, 回来就碰见了蓝子, 可能她想了想自己早上态度不对, 告诉妈妈自己明天还是会去商场, 这让美芝暂时放下了心, 转天, 蓝子的老师就来家访, 他想知道漫画家的家庭到底有何不同, 弄得蓝子整日在学校不开心, 而且常年迟到, 看似积极参加学校活动, 但是整日面无表情的坐在教室, 他感觉孩子一点都不喜欢学校, 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门外响动, 立幕点点, 把自己晕倒在了门口, 老师着急的说送医院吧, 美芝祖兰说这事经常发生, 两人刚把他扶回工作室, 这时闹钟一响, 接着崔岗人进来, 在地上开始团团转, 坑爹也西装革履的来参一脚, 他是特意跑来找小美女松穿聊天, 话还没落, 婆婆追赶上了公公, 怒斥她为什么不赶紧干活, 做这种多余的打扮, 又是跑来看美女, 老师一看这个氛围都傻眼了, 最后只能说了一句, 这话没说完, 转角差点惊掉下巴, 我们的小可爱习仔, 在那看成人漫画, 美芝尴尬的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次的家访真是让老师大开眼界, 也说这样一家人确实不容易, 不过你们还会闲暇之余陪孩子爬山, 实属难得, 蓝子写的你们一家爬山的作文也写得非常好, 只是孩子要有点精神就好了, 这让美芝疑惑了, 晚上就问蓝子, 为什么在学校写这篇作文, 他们一家根本没去爬过山, 这就相当于说谎, 蓝子生气的说, 说完就离开了, 美芝本想跟阿茂聊聊, 可看见她专注的样子根本没法开口, 于是她就趴在客厅里等, 结果就听见外面有响动, 跑出门外就看见丈夫跟警察站在一起, 原来是警察把她当成了可疑人员, 特此来证明身份的, 毕竟像她这种半夜出去瞎溜达的人不多, 并且还被当成内衣大道更是离谱, 但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美芝说蓝子不对劲, 写作文靠的是想象, 根本没有的事写出来真的很不好, 而阿茂根本不在意, 她对孩子的要求, 只要吃好睡好身体第一, 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可就在她转身的背后, 美芝好像看见了不得了的东西, 她感觉到丈夫可能真的被忙碌腰附体了, 又过了些时日, 美芝弟弟贵司突然降临, 也算是给这个家带来些许暖意, 小时候从未察觉亲情有多重要, 长大后才觉得家人的确是最暖心的港湾, 贵司今日的到访弥补了两个外侄女, 缺失父爱陪伴的一面, 小小喜仔一直拉着舅舅, 说自己喜欢的鬼太郎, 而怒婆婆贵子坏了, 无人来修, 贵司也能立马给搞定, 这让老人孩子都非常开心, 这个男人的到来, 貌似普通丈夫和父亲都是贵司这样的, 而这个家里却没有, 吃饭的时候, 阿茂简单应付两口, 打了个招呼, 就离开去工作了, 弟弟觉得姐夫也太忙了, 美芝说阿茂只是被忙碌腰附体了, 这给贵司整懵了, 怎么姐姐现在也变得奇奇怪怪, 贵司给姐姐帮忙修了缝纫机, 他说自己现在的生意也不好做, 早知道他就听父亲的去继承酒店, 虽然是开玩笑的话, 但美芝察觉到弟弟现在肯定很难, 可贵司还是比较担心姐姐说的妖怪, 为此美芝还拿出来书籍证明给他看, 一本正经的给他讲解妖怪这件事, 这一下逗落了贵司, 隔天, 贵司特意想带两个孩子出去转转, 本来美芝也打算一起去, 可婆婆总说自己心脏疼, 因此她只能留在家里照顾婆婆, 出门后, 兰子说奶奶从来没病, 就是心理作用, 这让贵司不有感叹姐姐真的不容易, 回来以后, 两个孩子都收到了舅舅的礼物, 兰子开心的说舅舅真的好, 美芝很感谢弟弟用心的陪伴, 可贵司告诉她一件事, 兰子现在确实不对劲, 只要听到鬼太郎的歌就害怕, 甚至别的小朋友一唱, 他就躲在一旁很无助, 贵司觉得兰子可能是因为父亲是水木帽, 被人议论了, 美芝这才回想起来女儿之前的种种, 他突然好自责好难过, 贵司说其实自己现在也很少陪孩子妻子, 甚至也已经发生了些矛盾, 不过这次回去以后一定会多多陪他们, 毕竟生意好坏没有家人重要, 也让姐姐加油别输给忙碌腰, 第二天贵司离开了, 而美芝也跟阿茂提议, 她问一家人去爬一次山吧, 孩子既然写出来那就是一种向往, 她不想变成遗憾, 于是阿茂说那就再爬高点吧, 这次来个富士山, 正好北村推荐了富士山下的别墅, 她也想买下, 这样家人好去那里一起度假, 而兰子的事也让她有感而发, 孩子们必须在自然中玩耍才能成长, 原来阿茂并不是没有放在心上, 工作繁忙也不忘欣喜家人, 她的父爱只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体现, 这日, 他们一家人就去了别墅, 可是到了之后就蒙圈了, 看来照片不能信呢, 阿茂只能强装淡定地说, 很不错啊, 下一秒信箱滚落, 看这房子实属一言难尽, 门用力才能打开, 里面简直是个仓库, 美芝只好带着孩子们一起打扫, 阿茂跟喜仔整理院子, 这俩干着干着就玩起来了, 不愧是最像的父女俩, 干什么都能有共鸣, 而兰子乖巧地跟母亲在里面打扫, 两人很快就收拾了出来, 但兰子还是担心地问美芝, 爸爸今晚要住在这里吗, 不用再工作了吗, 回去之后不会有麻烦吗, 就是兰子的问题一下让美芝很心疼, 自己的女儿怎会如此懂事乖巧, 美芝告诉她, 今天一切不用担心, 好好享受这次旅行就好, 她的父亲早就想跟她一起出来玩了,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 兰子一下开心了起来, 很快阿茂就检查完房子, 并告知他们, 这个家里可能没有电, 今晚会一片漆黑地住在这里, 阿茂接着说, 今晚可能就只能来个烛光的夜晚, 就像欧洲的贵族一样, 瞬间孩子们又开心了起来, 这夜, 一家人点着蜡烛吃饭, 就在吃饭时, 兰子担心这么黑, 爸爸就看不了报纸了, 这话让两人震惊了一下, 阿茂告诉孩子, 最近家里被忙碌妖缠上了, 可孩子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 甚至说自己同学嘲笑爸爸是个骗子漫画家, 这世上哪来的妖怪, 他想问爸爸到底有没有见过, 阿茂说, 自己虽然没有见过, 但确实能感觉到这些东西的存在, 曾经的强怪就很神奇地出现了, 看似什么也没有, 但自己就是过不去那边, 怎么推也推不动, 之后才知道那是强怪, 他觉得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不对的, 这世上有很多我们看不见, 但是依旧存在的东西, 这夜, 大家很愉快地度过了一晚, 好久不见的笑颜都找了回来, 看到这个, 千万别误会阿茂得了什么怪病, 他只是最近疯狂迷恋上了南部土著音乐, 家里到处是奇怪的音乐, 人也不自觉地摇头晃脑, 甚至让邻居都以为他家入了什么奇怪的宗教, 就连点点难都被这音乐弄得深陷其中, 蹲点蹲得嗨了起来, 这可让光难纠结上了, 让美芝赶紧想办法吧, 不然最近这么多工作肯定弄不完, 两人偷瞄了一下, 现在这个情况, 感觉是拿阿茂一点办法都没有, 美芝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可爱, 可这个夜晚他就开心不起来了, 因为在饭桌上阿茂通知大家, 他准备把全家移民去南方的岛屿, 阿茂说, 那个地方遍地是水果, 吃喝不用愁, 有块小田地能种红薯就行, 蓝子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美芝说, 只有吃的可不一定能活下去, 丈夫说, 风土人情也不错, 就是洗澡有点困难, 下雨冲冲就行, 要不说小迷妹喜仔就是爸爸的铁粉, 问爸爸那里有鸟吗, 阿茂说那肯定, 可一说到孩子老人等现实问题, 阿茂瞬间被这些打消了念头, 果然还得这母女俩出马, 可现在的蓝子依旧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这些男同学没完没了地挑衅蓝子, 这时一个女孩看不下去, 一把夺下蓝子被抢的东西, 然后怒斥这些男孩的行为, 接着, 这些男同学就离开了, 这个女孩就像蓝子的救星一样, 让他学校的生活多了一抹色彩, 放学, 几人还一起去买了东西, 顺便邀请他去参加自己周末的生日会, 蓝子有了新的可靠伙伴, 让他瞬间觉得安心了好多, 另一边习仔在家门口吹着泡泡, 这个老顽童父亲立马上去凑个热闹, 接着阿茂就出门溜达了, 可这个老太太突然对孩子说, 你的爸爸好了不起, 只有一只手却什么都能做, 习子这才关注到父亲, 原来自己的爸爸跟别人一直不同, 本来想去问问妈妈这是什么原因, 可门口就听见婆婆跟人吵了起来, 原来这个老太太是来推销养老俱乐部的, 这让婆婆很是反感, 她大声的怒斥对方太胡搅蛮缠, 结果就是怒婆婆用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吓退对方, 老太太气得哭着回去了, 这事后大嫂赶紧找美芝八卦一下, 婆婆那个脾气又骂人了, 美芝说都能把孩子骂发烧, 你说可怕不可怕, 玩笑之余顺便留大嫂今晚吃饭, 大嫂连连后退说自己还是回家吃饭吧, 接着就跟婆婆撞了个满怀, 婆婆又是逮住一顿批评, 这边婆婆现在是脾气大, 那边公公也是个麻烦, 人家立幕好不容易又看上一个姑娘松穿, 想着套套近乎拉拉关系, 顺便跟姑娘说自己蹲了这么多年点, 现在真的是靠蹲点画画, 他也是阿茂不可或缺的助手了, 聊得正嗨, 老头就西装革履的来了, 真是什么都能聊, 儿子的妖怪漫画, 他也能给编个妖怪出来, 松穿听得来了兴趣, 赶紧拿出小本文记录, 再看看立幕, 那咬牙切齿的样, 恨不得吃了这老头, 就这还被老头赶走, 让他赶紧去忙, 自己来招待就好了, 立幕虽不服气, 但谁让人家是自己老板的父亲呢, 只能默默退场, 而学校这边, 这个女孩突然请求兰子, 让他父亲给他画一个漫画, 以他为形象出场的人物, 听着都不可能, 可他还不等兰子说话, 就说自己等信了, 兰子说自己只会问问, 可人家早已离开, 奶奶看见兰子一脸无精打采的回家, 赶紧上前追问, 发生了什么事吗? 可兰子只是一句没什么, 回到家, 他问了一下母亲这事, 想让母亲替自己问一下, 这个漫画人物能画吗? 可美之拒绝了, 说自己从来不参和丈夫工作的事情, 看见母亲为难, 兰子赶紧说自己就是问问, 可也因此, 引起了一场大的矛盾, 生日会, 美之替女儿做了生日礼物, 可他已经不能去了, 但他不想辜负妈妈的心意, 只能拿着礼物在门口发呆, 奶奶看见赶紧问了一句, 他转头就跑出了门, 在学校, 兰子受到了排挤, 所有人都不理他, 就连自己的闺蜜也不跟他说话了, 放学后, 他一人低头走在大街上, 在奶奶拉住他的那刻, 他再也忍不住地抱着奶奶哭了起来, 奶奶得知前因后果后, 就告诉兰子, 你既然问心无愧, 就随他而去吧, 可兰子说, 大家都是帮着那个女孩, 总之, 就是告诉孙女, 不管别人怎么说, 如果自己没做错, 就没问题, 但他不告诉家人, 扔掉这个礼物, 那就是不对, 这就真成了骗子的行为, 兰子因为奶奶的话, 明白了这其中道理, 回家也坦言告诉了妈妈, 美之说, 那你就直说我跟你父亲说好了, 可兰子觉得这件事本身就不对, 他不想因为自己去麻烦父亲, 应付了事更没必要, 只是自己嘴笨还不了口, 妈妈说, 每个人都有缺陷, 自己小时候因为个子被人嘲笑, 而你父亲也有缺陷, 但他从来不在乎, 毕竟人无完人, 他们俩更应该向爸爸学习, 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好, 这个下午又再次让兰子, 恢复了往日的笑脸, 本该是和谐幸福的一家, 但就在几天前, 阿茂开始了一系列奇怪的行为, 明明是在家里工作, 他硬要先从家里出来, 再进工作室, 看得美之一头雾水, 不过开心的是, 收到弟弟贵司的来信, 他说自己现在一切安好, 工作也步入了正轨, 因为习仔托他搭建一个鬼太郎之家, 他很抱歉, 时隔半年才寄过来, 但美之还是很感谢弟弟的用心, 这时传来阿茂大哥的声音, 就看见大家在一起埋头商量事情, 美之看大家表情凝重的样子, 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 阿茂说, 让他别插嘴工作的事, 这话让美之心里很难受, 看见人家一家人都在商量, 好像自己就是个外人, 还是因为迦娜的上门, 美之才明白, 原来是因为漫画社现在面临破产, 资金来源已经跟不上, 几人才商量回收公司的事, 可他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跟自己说, 而迦娜看见他们一家人的照片, 还在羡慕美之被阿茂保护得真好, 如果自己曾经选择的不是工作, 那他也会有这样的生活吧, 可人就是不能贪心, 永远只能选择一样, 迦娜走后, 美之本来想上前问问丈夫, 可还是换来一句, 又是这句话, 美之不明白丈夫, 为何不能跟自己好好沟通, 于是他决定写一封信给丈夫, 信里表示自己想跟丈夫一起承担, 也请丈夫有什么跟自己说一下, 因为他很担心, 这是他竭尽全力倾诉的一封信, 只是阿茂看完就把信扔在了一边, 等美之去收拾时, 却发现那封信被扔在了垃圾桶, 他不敢相信自己对丈夫的心意, 竟被如此随便对待, 尽管如此, 美之还是在找自己的问题, 这晚, 美之依旧忙前忙后的照顾丈夫, 只是对他说了一句,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自己, 就遭来阿茂恶狠狠的眼神, 这一刻美之爆发了, 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心意, 随意被人践踏, 因为他本身没有错, 蓝子说, 自己想全家一起去郊游, 阿茂直接摔过来问他听见没, 他没有回应, 阿茂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他再次霸道的说, 听自己的就行了, 可美之容忍不了了, 美之说完这些就跑出了家门, 但他还是嘴硬的说随便, 习仔哭着追了出去, 要找妈妈, 那时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出去后的美之坐在外面, 才发现这里是书店大姐曾经离家出走的地方, 但大姐老公最后找了上来, 此刻他也期待着阿茂能来找自己, 看见个自行车路过, 就激动的赶紧站起来, 结果发现并不是, 他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曾经那个对自己温柔一直笑着的丈夫, 如今再也不复存在了, 他好想回到以前, 这时一个妈妈带着孩子路过, 他一下想到家里两个孩子怎么办, 孩子毕竟没有做错什么, 于是悄悄地走到家门口, 想看看孩子, 但又不想进家门, 这时他看见蓝子在门口一直张望, 当他看见妈妈的影子时, 他就放心了, 转身回家陪哭泣的妹妹玩了起来, 美芝最终还是因为孩子回来了, 小喜仔看见妈妈高兴地说, 姐姐果然没骗自己, 而蓝子说自己没有担心妈妈, 因为他知道妈妈一定不会扔下他们, 这时蓝子的懂事让美芝很感动, 蓝子在门口张望了数次, 他也已经看到, 只是他的慌乱不能让妹妹看见, 阿茂再次跑到厨房看见妻子回来, 他好像松了一口气, 可还是没有跟妻子说话, 又再次转头离开了, 第二天, 母女三人出去逛了一圈回来, 刚走到门口, 老两口就慌张地从门里冲出来, 看见他们慌张的样子让美芝不明所以, 接着才从公共口中得知, 因为他带两个孩子出去, 阿茂以为妻子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 在家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刚进门就看见阿茂冲了出来, 看见都回来了, 才放下心, 也就是因为听见丈夫担心自己, 这件事才得以平息过去, 也许美芝一直就是这样的好脾气, 因为过度劳累, 阿茂最终还是倒下了, 连续数日的连周工作, 身体负荷不了, 病倒了, 现在医生要求他必须休养几天, 其他只能交给大家去干, 可是这些助手群龙无手就慌了神, 觉得他们怎么干都不可能赶上进度, 这时, 点点立幕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了起来, 一下就能扛起大旗, 带领大家继续往前走, 而阿茂再次醒来后, 又准备去工作室, 被美芝拦了下来, 听见妻子说, 这次必须好好休养, 他竟然乖乖地躺下了, 两个孩子担心地问, 爸爸没事吧, 美芝告诉孩子们不用担心, 只是太累了睡一觉就好, 然后兰子就发现, 妈妈为爸爸做饭一直是开心的, 可能这种让他专心照顾丈夫的机会并不多, 所以才会如此开心, 美芝给阿茂把饭端来, 阿茂说都怪客服那个黄鼠狼, 放凡人毒气才会倒下, 这一下遭到了美芝的训斥, 很少见美芝发火, 但他这次却严厉地批评了丈夫, 就因为阿茂一味地背负重任工作, 所以才会倒下, 说了那么多次别太辛苦就是不听, 阿茂一下撅起小嘴低着头, 当听到妻子说自己快担心死了, 他才开始说了实话, 自己因为穷了很多年, 好不容易家里好了, 他不想妻子再跟着自己受苦, 现在遇到这种危机, 他只能做趋穷大作战, 可还是忽略了家人的感受, 美芝告诉丈夫, 自己也不想穷, 但是以前的她, 总是会跟自己说一些愉快的事情, 他们会一起笑, 没有什么痛苦的事, 可最近的丈夫反而失去了笑脸, 比起穷, 丈夫不笑才是让她最难过的事情, 两人这天敞开心扉地解开了心结, 让他们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了, 过了几天, 阿茂也已经恢复了身体, 于是就投入了正常工作, 夜晚美芝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一直在说自己不相信, 阿茂也走了进来, 看见不对劲的妻子问发生了什么, 这个太突然的谱告, 让大家猝不及防, 看见难过的妻子, 阿茂走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第二天, 美芝和姐姐小子赶回了老家, 转头就看见父亲走了进来, 父亲看见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回来了, 父亲看似有怨气地发泄, 实则是因为接受不了儿子的死讯, 因为从海里打捞上来, 尸体已经不能看了, 所以没等守灵就已经将尸体火化, 姐姐告诉大家, 因为最近贵司的工作好不容易好了起来, 于是开心地前去钓鱼, 准备带回来让家人尝尝, 可没想到, 一个浪过来就把人拍了下去, 从找到儿子尸体的那刻, 父亲就再也不说话, 也不落泪就那样忍着, 就那样在奶奶的灵魏前, 拜托母亲照顾好贵司, 这夜, 也是全美结婚后大家第一次齐聚, 原来全美回来后就相亲了, 当下立马就决定了结婚, 只是在说开心之鱼的话题时, 大家一想到贵司, 还是难过地哭了起来, 但最难过的莫过于美芝, 这个弟弟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 想到那么多年在一起的回忆, 他就心痛到睡不着, 起身走到楼下, 就发现父亲一个人坐在那, 看见美芝的时候, 父亲再也忍不住, 哭了起来,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是最让人痛心的, 这个父亲嘴里一直不断地喊着儿子的名字, 没有人能做到生死离别的洒脱, 隔天, 母亲让美芝赶紧回家去, 毕竟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让她不要担心父母, 美芝现在也是一个母亲, 不要轻易舍下孩子出来, 他们无碍, 美芝临走时, 母亲还特意拿来了自己给两个孩子做的棉服, 也算是对女儿的一种补偿, 贵司上次回来告知母亲, 虽然美芝现在生活无忧, 但家里又是公婆, 又是一堆外人在一起, 所以她知道女儿肯定受了很多苦, 当时儿子笑着说姐姐过得很好, 她也不会输给姐姐, 说着说着, 母亲又说起了贵司, 她只要想起儿子, 就是她的笑脸好像那个孩子, 总是笑脸相迎地面对大家, 就在母亲难过地哭起来的时候, 她又收回了眼泪, 既然儿子喜欢笑, 那她也不想让儿子看见自己难过, 就在这样伤心的离别下, 美芝回到了东京, 进门, 两个女儿就从家门冲了出来, 乖巧地问妈妈累嘛, 接着, 蓝子就帮妈妈拎行李, 而我们可爱的喜仔, 做妈妈最欣慰的就是, 来自孩子暖心的安慰, 好像再难过的事情都能烟消云散, 而阿茂听见妻子回来, 也慌张地跑了过来, 看见妻子的状态还好, 她也就放心了, 但因为一直催稿, 阿茂还是先去忙工作了, 可两个孩子告诉妈妈, 父亲一直在担心妈妈, 整天在家说, 妈妈没事吧, 没办法跟她一起回去, 妈妈不在家好闷, 接着, 美芝来到公婆这里问候, 婆婆说自己写了问候信, 她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但不能什么都不做, 她明白做父母的心情, 看见两人伤感了起来, 公共起身决定给全家做饭, 让美芝今天好好休息, 也许这就是公婆能为儿媳做的宽慰, 而这边两个孩子突然说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喜仔问姐姐什么是死, 兰子告诉妹妹就是再也见不到的意思, 虽然喜仔还不太理解这个话, 但在美芝把外婆送给孩子的衣物拿来的那刻, 她就看见了让她泪奔的一幕, 那刻的美芝再也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孩子理解不了失去是什么, 可她知道这个人跟她再也不会见面了, 昭和56年, 现在的美芝也是个步入中老年的女人, 而兰子也马上进入大学, 长得乖巧懂事跟妈妈一样漂亮能干, 而我们的喜仔也是一个初三的学生, 还是跟她父亲一样整日很随性, 在学校也是格格不入, 她整天就爱研究妖怪书籍, 弄得同学们很不愿意与她亲近, 而现在的阿茂已经是个60多岁的小老头了, 虽然从漫画一线退居下来又15年, 但依旧在画漫画, 可最近的工作量越来越少, 助手也已经走了两个, 只剩下我们的点点和阿泽, 可当她看见自己工作纪录本一片空白后, 她感觉到了危机, 而美芝今天却在跟一个老熟人叙旧, 这个人就是圣二的老婆, 从两人闲聊中得知, 圣二还挂着当年的招牌, 干的却只是简单的传单和印刷工作来维持生计, 当时她想到了把漫画重印成文库本的点子, 本以为可以靠死大干一场, 圣二没想到自己小小的招牌, 还是没有抵过大出版社, 一下被打压了下去, 从那以后圣二就颓废了, 做什么都不太开心, 而阿茂今日也有一个采访工作, 可现在只是炒作流量, 非要让阿茂说一些没有的事情, 还贬低她现在说的这些妖怪吐的吊渣, 必须要有一些新颖的东西出来, 才能搏观众眼球, 当然这事也将无疾而终, 美芝跟圣二老婆叙旧回来的路上, 就听见大家对丈夫的漫画评头论足, 说她现在就是一个过期的漫画家, 美芝不由地担心了起来, 从那之后, 阿茂再也没有工作找上门来, 手下的纸张也不知如何下笔, 而她的失落状态影响了女儿喜宰, 她不敢相信自己崇拜的爸爸, 笔下的妖怪消失了, 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打击, 在这天回家的路上, 妇女俩碰面了, 坐下来只要聊起妖怪, 喜宰就很兴奋, 但她不能想象妖怪都不能住的地方, 人类估计也住不下去吧, 阿茂不知道如何回答女儿, 当阿茂刚要踏进家门时, 美芝高兴地冲了出来, 两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见, 而圣二此次前来是因为老婆的规劝, 看见她整日颓废的样子, 老婆让她再次挑战一下漫画, 钱的事自己会想办法, 可圣二说怕自己再次失败, 老婆笑着说, 因为有了老婆的鼓励, 圣二又再次跑来找阿茂, 想拜托她继续画漫画, 也把阿茂以前放在自己那里的作品, 全部拿了过来, 让阿茂一起把以前作品整理成文库, 大家再干一场, 可阿茂说自己早已经没有名气, 即使画出去也不会有人再看, 鬼太郎的人气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圣二告诉阿茂, 其实自己早就发现他的作品缺点什么, 只是自己说不上来是什么, 但他坚信水木帽不会就此结束, 在那个谁都没有理会过他的时代, 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停止过, 因此成就出了今天的水木帽, 也让他好好去找找自己到底丢失了什么, 总会有突破口, 圣二走后, 阿茂疯狂地翻自己曾经画过的所有作品, 他想知道自己到底丢了什么, 转天, 又一个久违的人出现了, 原来是漫画少女何子特意来访, 自从那次回去以后, 他就去小学当了一名老师, 此次前来他有一件事想拜托阿茂, 自己的学生身上有太多的背负, 导致学生们现在没有精神, 而且也很容易生病, 他不知道如何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阿茂告诉他, 孩子们就应该多去感受大自然, 整日的课本书籍反而会变成一种束缚, 但何子想跟阿茂说的是, 能不能让阿茂跟自己的孩子们交游一次, 顺便讲讲小时候的事情, 或者妖怪的事情都可以, 他觉得孩子们正是忘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才会让他们压抑的喘不过气, 阿茂犹豫了, 送走何子的时候, 虽然他有点担心阿茂不会去, 但他想让美芝帮转达几句话, 说完这些, 何子就离开了, 要不说活到这个岁数的美芝已经很了解老公, 他只告诉阿茂, 他觉得郊游的河边一定有河童在等着他, 他这么长时间不去看看, 那个河童一定很难过, 美芝看似哄小孩的一套, 但对于阿茂这种深信妖怪的人真的很奏效, 于是, 几天后, 阿茂真的跟孩子们出现在了河边, 一起玩着打水漂, 又讲了很多妖怪的事情, 小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爷爷奶奶讲过的神奇的事情, 自然对这些就很感兴趣, 就在这时, 阿茂在河流的尽头看见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他穿过草丛走到尽头, 定睛一看, 原来阿茂看见了喜豆老头, 他兴奋地回家把这事告诉妻子, 还说老头告诉他, 阿茂作为一个画师靠他们妖怪起家, 现在他们却被人类遗忘, 这样下去, 他们就难逃消失的命运, 而阿茂也会再次过回穷困潦倒的生活, 他想让阿茂再次把他们画下去, 也就是这次经历, 阿茂终于知道丢失了什么, 他把自己画妖怪的初心丢失了, 之前完全依赖出版社挣钱, 但忘记了妖怪他们, 美芝听着不可思议, 但他会支持丈夫所有的选择, 于是阿茂在晚年成就的神作, 妖怪大词典即将出世, 喜仔竟然跟父亲一样能看见妖怪, 自从阿茂决定要画妖怪大词典, 喜仔也兴奋地把自己所见所闻讲给父亲, 阿茂说女儿见到这个叫木木莲, 是一种专门拉门的妖怪, 看见两人聊得特别欢乐, 兰子问妈妈, 妹妹能看见妖怪这事是真的吗? 她怎么觉得妹妹是专门为了哄爸爸开心才说的, 美芝说不管真假, 最起码妖怪给了他们力量, 让两人现在如此精神百倍, 夜晚, 阿茂看到点点画的妖怪不由感叹, 不愧点了这么多年点, 这种靠点能画得如此精美的也就丽木了, 夸得丽木很不好意思, 说自己还是比较适合画妖怪而已, 阿茂说那肯定你本人就长得很像妖怪, 虽然是句玩笑话, 但丽木也在此宣布了一件大事, 来送茶水的美芝也赶紧连连恭喜, 虽然没有他们结婚画面, 但点点直接娶了个单亲妈妈, 孩子也顺便附送一个, 也算是生活圆满了, 可转天, 我们的坑爹竟然醒不过来了, 全家人担心的不知道怎么办, 阿茂说这种事情只能请神出马了, 于是他高举神像, 然后开始一顿发力, 一顿, 还要是一顿, 别说还真神了, 老头立马睁开了眼睛, 接着还坐了起来, 吓得众人连连后退, 这件事后, 美芝跟闺蜜们分享时还觉得神奇, 因为老头当时脖子已经长了一个瘤子, 结果就是因为那一觉, 肿瘤就消失了, 公公睁开眼睛后告诉大家, 自己梦里走进来了个奇装异服的人, 并说能帮自己消除肿瘤, 他醒来后, 发现肿瘤真的不见了, 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大家听着怎么都觉得不可思议, 只是恢复后的老头性格却闷闷不乐, 总是一个人在门口发呆, 直到这天, 阿茂的妖怪大词典完成, 又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 现在工作也恢复了往日的繁忙, 这次来了一群剧团的人, 他们想聊聊关于戏剧的事, 这郑重老头的兴趣, 于是就在大家聊戏的过程中, 老头自然出现在了这个场合, 又把自己喜欢的戏剧拿出来讲了一通, 弄得众人不明所以, 这天, 美芝打扫公共房间时, 却看见公共在看儿子的妖怪词典, 嘴里还在念念有词的说, 假如自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就不能偷跑出来, 告诉儿子那边世界是什么样的, 他要怎么做才好呢? 这话让美芝心里莫名的担心, 而现在的婆婆也不省心, 美芝刚刚陪完公共就接到电话, 婆婆被抓到了警察局, 需要家属前来签字领走, 回来路上婆婆怒气冲冲, 甚至对前面挡道的学生怒吼, 回来后, 公共看见婆婆说, 以为自家终于要出一个犯人了, 婆婆说, 自己只不过是教训了一个没礼貌的人而已, 大家只能连连附和赞同, 毕竟惹不起这个老母亲呢, 可父亲就是不让着怒婆婆, 把陈年旧账都翻出来吵, 两人后悔当年为什么嫁娶对方, 战况是越来越激烈, 夜晚, 阿茂告诉美芝, 其实她能理解母亲的不义, 一个女人带着三个男孩长大, 怒气不声才怪, 她说, 有次母亲被气得拿刀插在踏踏米上, 这样他们才停止调皮打架, 虽然听着可怕, 但老两口的感情不能否认, 自从那次看见坑爹差点醒不来, 现在只要看见老头睡着, 怒婆婆就会有意无意看他醒没醒, 生怕他一觉睡过去了, 不过就在这天, 老头收到了一封信, 让他一下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甚至西装革履夹着小包出了门, 大家老远还能闻见他身上浓重的香水味, 而在家里打扫的怒婆婆, 发现家里的香水少了半瓶, 正在疑惑时, 这个客夫就来了, 本来想说说自己的赚钱事业, 可阿茂依旧不想搭理他, 于是, 他就说到坑爹最近的大秘密, 阿茂不敢相信, 客夫说老头现在没在家吧, 那就肯定是带着女人在外面逛呢, 这话让阿茂来火了, 一下把他赶了出去, 可就在拐角被怒拿下, 让他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接着婆婆就明白, 原来老头是跟人约会去了, 他把香水藏了起来, 要说无风不起浪, 虽然两人不敢相信客夫说的, 但也感觉到了坑爹最近有点奇怪, 美芝说看到公公前几天在院子里锻炼, 而且不知道跟谁偷偷的打电话呢, 那当时的神情一看就是女人, 看见美芝来了, 就赶紧慌张的离开了, 八十岁的老爷子出门跟年轻姑娘约会, 竟然被儿子手下员工抓个正找, 就在坑爹想上前解释时, 突然眼前一片黑白虫影, 接着就倒了下去, 被这群人扶回了家, 怒婆婆赶紧上前询问, 老头没事吧, 可老爷子还没来得及说话, 这时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赶紧上前问坑爹没事吧, 婆婆怒问她是谁, 女孩吓得退了一步, 一旁的美芝回忆, 这不会是, 阿茂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 女孩赶紧说是自己的问题, 她不该带着坑爹到处转悠, 原来女孩就是前阵来聊戏剧的川西, 她最近确实一直和坑爹出去逛, 但坑爹是自己爷爷的朋友, 原来当年坑爹开过一阵电影院, 而当时的讲解员正是川西的爷爷, 所以她才写信给坑爹确认一下, 这时怒婆婆也赶紧走了出来, 也讲了丈夫当年很多, 跟川西爷爷的事情, 那时候坑爹还很年轻, 对戏剧特别的热爱, 常常和川西爷爷聊到深夜, 川西知道爷爷去世前, 最遗憾的是有个剧本一直没有完成, 所以才找到坑爹聊聊此事, 毕竟那也是爷爷的梦想, 女孩走后, 美芝才从阿茂口中得知, 公公之前一直在写电影剧本, 原来最近的激情都是因为那个创作, 公公再次醒来后, 就一直在床上创作那个剧本, 而怒婆婆一步也不离开, 也许就是怕老头突然不在了, 每只这天要出去当证婚人, 都要前来看看, 才能放心的和丈夫出门, 回来后的阿茂, 又跟当年一样喝得不省人事, 让大家不由想起在婚礼上, 阿茂逞强喝多了晕倒了, 婆婆说那天是出镜阳相, 阿茂还放了一个大屁, 而公公还在那里开屁理论讲座, 果然儿子随老子, 接着公公的屁理论又开课了, 说自己这个屁啊, 就像出行的汽笛, 美芝还奉承的说音色果然不错, 一阵嬉笑后, 公公说, 人生啊其实就像屁, 虽然高声尽出, 但瞬间消失的无踪影, 被人笑也好, 讨厌也好, 好像这些也都是一瞬间的事, 屁讲座讲得这么高深的, 实属坑爹莫属啊, 每只夜晚跟丈夫说起这事, 阿茂连连赞同父亲的说法, 毕竟他们的小时候, 都是用屁来恶作剧父亲, 兄弟三人在被子里存了好多屁, 等父亲回来一掀开被子, 就能闻到那股恶臭, 接着大家就一起开心的大笑, 但当时的那种回忆, 却很让人开心, 父亲调去大阪工作以后, 他们兄弟三人就很想念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父亲回来前, 母亲怒就会擦好多香水, 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等父亲回来, 所以两人看似吵吵闹闹, 但坑爹如果不在了, 最寂寞的就是怒婆婆了, 这天是婆婆要去医院检查的日子, 这是她最近唯一一次离开丈夫, 走之前看见丈夫还在睡, 他也就安心的离开了,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美芝在一旁守着公公起床, 公公说自己梦到叔叔, 他一直觉得阿茂就是自己叔叔的转世, 可所有人都不信, 但自己叔叔生前, 就是一个很有艺术天分的画家, 说着还在想今晚吃什么, 美芝想公公一定是饿了, 赶紧去准备晚饭, 临走时还看了一眼蛮有精神的公公, 可当公公闭眼想到剧本要怎么写时, 发觉自己不知怎么做到了电影院, 里面放映了自己完美的一生, 像所有人短暂的一生一样, 曾经他满腔热血追求梦想, 但被现实打败, 可他却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虽然到了老年, 他还在追逐那虚无缥缈的梦想, 但他不后悔自己此生所经历的这些, 他的一生拉下了帷幕, 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生前的父母, 还有曾经志同道合的伙伴, 更有自己喜欢的叔叔, 原来天堂并不寂寞, 他也就放心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像睡着了一样平静地离开了, 仿佛一片落叶, 静静地启程了, 只留下不舍的儿女, 以及还没缓过神的老伴, 突然,怒婆婆好像想到了什么, 她起身从柜子里翻找, 然后把那半瓶香水倒在手上, 接着抹在了老伴的身上, 边抹边喊, 怒婆婆不能接受, 这个陪伴了自己一生吵吵闹闹的人先走, 事后其他儿女都不能理解, 母亲为什么要把香水撒在父亲身上, 问美芝知道原因吗, 美芝虽然不清楚具体, 但她知道, 婆婆是想让公公开心地离开, 几天后, 母亲把父亲一只随身携带的箱子, 拿到了阿茂面前, 她把里面其中一只笔送给了阿茂, 那是当年坑爹的叔叔送给她的, 坑爹一直说阿茂是叔叔的转世, 她觉得这只笔送给阿茂, 她一定会开心, 阿茂把那只笔插在自己的衣兜, 然后笑着说, 父亲现在肯定想跟自己说, 养生第一啊, 比起那些更有价值的遗产, 这个父亲给他的孩子留下了很多无形的遗产, 时间匆匆而过, 美芝因为父亲突然脑梗倒下, 急忙赶回家中, 可父亲依然变成了半瘫, 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 他说自己也算是替女儿选了个好女婿, 曾经无数次担心女儿过得不好, 去了一次在书店里, 看见女儿当时坚信自己丈夫的努力, 他知道女儿一定是过得很好, 才会如此偏袒自己的丈夫, 他也就放下了心, 最起码这桩婚事并没有错, 美芝告诉父亲, 如果四十年五十年要在一起的话, 这样的丈夫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就算遇到挫折, 她也会顽强的站起身来, 两人开心的回忆着, 接着美芝扶父亲躺下, 并告诉父亲, 让他赶紧好起来, 他好想听父亲唱歌, 自己只听到过两次, 一次是母亲病倒, 父亲唱给母亲的那次, 第二次就是父亲送自己出嫁的那天, 那些场景仿佛昨日才发生, 母亲悄悄走到房门前, 就听见美芝在唱这首歌, 他想把这首祝福的歌送给父亲, 想着让他尽快好起来, 看见父亲睡着了, 他准备给他盖好被子出去时, 父亲抓住女儿的手, 父亲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就唱给了女儿听, 美芝离开后, 母亲着急的说老头不见了, 找到时就发现他在母亲的排位前祈祷, 他就那样静静的一直默念祈祷, 而美芝这边确实像父亲祈祷的那样, 现在新的鬼太郎已经重新电视上映了, 并且在深二的出版社也出了很多本文库, 大家的工作已经恢复了正常, 这天还有一个好消息降临, 好久不见的北村也来了, 告诉阿茂自己已经升职为总编, 还向大家宣布了另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点点, 因为画这么多年, 终于得了自己的漫画大奖, 他吓得瘫倒在了地上, 我们从点点男身上就能看到, 天赋固然重要, 可努力的人绝不会被辜负, 他也终于熬出了结果, 可他并没有很开心, 就在阿茂商量给他开庆功宴时, 却发现丽木最近接连不上班, 大家都很奇怪他从不缺钱, 就算走也不会突然失踪不来, 夜晚美芝接到酒吧电话, 发现丽木在那里喝得大醉, 接着美芝就把他带回了家, 回家后才得知丽木就算出道了, 也不想离开这个家, 不想离开阿茂, 他以为阿茂不要自己了, 阿茂说自己从未想过让他离开, 只是不想阻止他的前途, 更何况丽木在他心里, 早已不是助手那么简单, 于是丽木还是留在了工作室, 但这并未阻止他的梦想继续前进, 阿茂告诉妻子, 他想开一个大型庆祝会, 庆祝水墓二十年的历程, 他要把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都叫来, 就在几个兄弟商讨完所有流程的时候, 阿茂找到了妻子, 让他那一天一定要盛装出席, 这次不管花多少钱做套好衣服, 可美芝拒绝了, 说自己有件衣服一直没有穿, 那天他穿那件出席就好, 到底会是怎样一场盛典呢? 这天的美芝如初见时的模样, 美丽动人大方, 女儿们看见母亲这身打扮, 不由感叹母亲真的好美, 美芝带上了奶奶送给她的发簪, 母亲出嫁时给的衣物, 也顺便说将来会把这些寄成给女儿, 这时阿茂走了过来, 她的眼睛都看直了, 听见女儿们这么一说, 她竟然还害羞了起来, 这个二十年的感恩会空前的盛大, 夫妻俩今日邀请了很多曾经陪伴过他们的人, 说话间, 圣二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阿茂很感谢这个陪伴自己二十五年的挚友, 想想时间过得真快, 紧接着就是这个坑人一辈子的客夫, 虽然跟阿茂没有合作关系, 但也算是陆续陪伴阿茂长大到变老, 欢喜冤家的过了一生, 而这天更是有两个久违的人出现在了这个场合, 曾经的苍田君和小峰, 再加上跑来的点点, 他们都是当年阿茂最得力的助手, 但苍田最感谢的还是点点, 陪伴了阿茂到最后, 这夜阿茂并没有说过多的话, 只是简单的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支持, 希望珍惜这个难得的夜晚, 接下来最感人的事情是所有人都站在美芝面前向她表示感谢, 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么多年站在墓前的虽然是阿茂, 但能让她稳步成功的却是美芝背后一直默默地付出, 阿茂更是深知妻子的辛苦。 完颜回来后, 大家还在回味今天这个开心的聚会时, 两个女儿拿着花走到了父亲面前, 也向父亲说道, 她这么久以来真的辛苦了, 也希望今后的她依旧努力, 做父亲的, 最值得骄傲的永远是来自女儿贴心的鼓励, 阿茂在感动之余, 把这束花送给了妻子, 这绝对是撒糖的一天, 阿茂这些话让美芝感动得差点落泪, 可丈夫不好意思地赶紧准备退场, 婆婆一下感觉自己吃了个大瓜, 原来啊, 自己儿子还有这一面, 那夜, 美芝帮丈夫倒茶拿到工作室时, 看见丈夫依旧如往日一样在话, 这个人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 从未停止过对理想的热爱, 她知道丈夫从未变过, 派对的第二天, 街坊四邻都来祝贺昨日的聚会, 就连当初当铺老板也赶了过来, 虽然她是个附赠品, 最惊喜的属太医的出现, 太医过了这么多年, 早已不是原先的小孩, 现在也是一大厂长, 她最主要的是把书店大姐的心意转交给美芝, 原来这是当年大家一起为了宣传鬼太郎做的海报, 虽然那时并没有成功, 可这份回忆值得作为礼物送给美芝, 正因为有她的支持, 阿茂才有了今天, 看着这些一直支持丈夫漫画的人, 美芝内心很是感动, 过了好久, 在一个开始吹秋风的九月, 老家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们暴躁父亲还是离开了, 美芝伤心地看着奶奶的照片, 祈祷奶奶照顾好自己的父亲, 而阿茂这次也向妻子提议, 大家一起回去送送父亲, 顺便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这次她也想当妻子最有利的臂膀, 让她尽管往自己里面释放, 回家以后, 大家在葬礼上又准备让阿茂喝酒时, 几个姐姐立马拦下了, 他们知道阿茂喝酒就会出大事, 原来很多年不见, 大家依稀记得她的禁忌, 但想起曾经的暴躁父亲时, 大家最遗憾的是, 他在临走前还想跟阿茂下棋, 这么多年他最开心的是, 阿茂一步步走向成功, 大家都觉得, 父亲当时眼光真的不错, 让美芝嫁了这么好的一个丈夫, 隔天, 两人又回到了小时候初次见面的地方采风, 虽然那时两人还并未认出对方, 可那天, 妻子看着丈夫认真的样子, 她问了丈夫一句话, 阿茂很奇怪妻子这样问自己, 美芝说, 如果当初丈夫娶的是别人, 是不是他们的生活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但阿茂告诉妻子, 也许是吧, 但是, 自己好像不管走到哪儿, 眼里都只能看见美芝, 虽然是一脸呆呆的样子, 这应该是美芝第一次听丈夫直白的回答, 自己原来也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人, 两人带着这份甜蜜回家时, 就发现小时候经过的那片森林, 两人感觉身后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脚步貌似又是那个叫年年怪物, 阿茂让妻子别回头, 然后拉起了她的手, 两人自觉地站在了一旁, 同时说出了那句话, 就是这句话, 把美芝一下拉回了小时候的记忆, 当时的那个男孩也是拉着自己手, 说了同样的话, 那天给自己讲了很多妖怪的事情, 他一下就明白了, 缘分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原来丈夫就是自己小时候认识的男孩, 丈夫问他怎么知道这句话, 他告诉丈夫小时候有个男孩告诉他, 虽然看不见, 但他依然存在, 阿茂会心的一笑, 原来他们的缘分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就在两人转身离开时, 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们, 原来是阿茂曾经的那些漫画人物, 鬼太郎和他的同伴, 一直在他们的身后保护着, 从未离开, 还有合同平三, 更不可缺少的是改变穷困的恶魔君, 这些虚拟的人物我们可能不曾见过, 但他们的存在却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曾经因为初次的相亲遇见, 阿茂觉得妻子就像木棉版的存在, 一直是一个可靠的保护者, 而美之确实像一个守护者一样, 带着丈夫穿越了那些黑暗的时间, 他们一起打败穷神, 创造了电视军, 穷也好, 富也好, 都在身边不离不弃地陪伴丈夫, 他们的一生还很长, 就像阿茂告诉妻子的那句话, 故事到这里也就落下帷幕了, 水木茂原名武良茂, 水木茂是他的笔名, 本剧由水木茂妻子武良不知的自传改变, 他以自己的视角回顾与丈夫的一生, 他们奋发不懈的人生态度, 引起了各世代的广泛共鸣, 这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妻子和他顽固的丈夫, 携手走过半个世纪, 最平凡却又最温暖的故事, 只要结局圆满就是幸福的人生, 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水木夫妻一样恩爱, 平平安安过完这一生, 也感谢一直支持陪伴的粉丝们, 大家还想看什么,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咱们下部剧不见不散。